老師還有前排的領導人 還有在座的好朋友們 還有現場的朋友們 真的秀毛了 大家秀啥呀 大家晚上好 小放手 小放手 哎呀 那個 哎呀今天特別感謝老師 給我一個清場的機會 我站在這兒老師清場呢 我不是主持人 真的今天呢就問問老師 就是今天一見面 今天給老師打電話說 老師我能當主持人嗎 老師說你今天不是主持人 這麼重要 老師親自上場 然後到了底下 是不是 謝謝掌聲 謝謝啊 感謝老師 然後呢剛才 剛才坐在前面呢 我又問了一遍 我說老師今天我是主持人嗎 其實呢這個故事是有梗的 大家想知道嗎 想 我的小說呀 我太不容易了 為什麼呢 今天跟明鳳姐啊 一起出去呢 哎呀這個 見完朋友吃喝玩樂回來呢 明鳳姐說咱就把這個好消息啊 告訴給老師 說你給老師打電話 我說好 然後呢她說來 你跟老師說你當主持人 我說好 如果說有一個這麼優秀的合夥人 坐在你身邊 讓你給老師打電話 你打不打 讓你當主持人 你當不打 所以呢今天我問個老師兩三遍 你們兩個老師今天我當主持人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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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哈哈 然後呢老師就說 老師說我都跟你說多少遍了 你今天不是主持人 哈哈哈哈 哎呀所以說大家說我容易嗎 哈哈哈哈 不容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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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所以真的特別的感謝 哎呀特別感謝老師呢 給我這次清場的機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那什麼時候呢 我們大家的這種啊氣氛 這種笑容 這種掌聲 能把我轟下去了 我們的老師是不是就上來了 哈哈 大家恨不期待啊 啊 啊 不給我說話的機會 大家就恨不期待啊 那其實呢我也特別的期待 啊我是誰現在都已經不重要了 是不是我們重要的是 想見我們的老師 哎呀 我們跟著老師真的是太好了 我們今天是不是光榮與夢想 啊 那老師呢在上一個才年 真的我們就用數據說話 什麼都不用說了 那是不是在疫情期間 百頁蕭小的時候 我們老師帶著我們這些團隊 業績增少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啊 我們從北京一個地方開始去蔓延 不僅是國內幾十個城市 是不是連這個國外 哈哈哈哈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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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蔓延發展 我們是扎根北京 然後國內幾十個城市的發展 而且呢我們還是發展到了老師的市場 是不是美國呀 菲律賓呢 加拿大呀 日本呢 是不是世界各地 對 老師幫助的人 那是不是現在是百頁蕭條 下崗的下崗 沒有工作的沒有工作 但是老師在去年一年 幫助了我們整個團隊當中 一百位以上的夥伴 是不是得到了加薪百分之七十啊 都讓夥伴們得到了十會 那是不是我們的老師在上一個才年 幫助了不僅這個不完全統計哈 有三四十位的國內和海外的旅遊啊 而且是免費的啊 那是不是不完全統計我們的老師 是不是幫助了我們很多夥伴 尤其是我自己 在疫情期間作為一個下崗女工 是不是也能換車 也能生活越來越好啊 總之我們在上個才年 是不是我們那個 在前兩天在香格里拉的表彰 站到台上的基本上三分之二 都是老師的學生了啊 所以真的 那我們在上個才年 而不僅是在上個才年 是一直以來 我們的老師是不是就致力於做慈善事業 在這個香格里拉 也為我們老師 進行了這個愛情人士的表彰 老師是一直在做 不僅是台上在做 台下也在做 武漢的疫情 還有四川 還有很多這個失學的兒童 包括疫情的時候 老師是不是從國外高價 買回來很多的口罩啊 防護服啊 捐獻給老師所在的這個當地的醫院 所以真的老師一直在做慈善 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呢是光榮與夢想 是對我們上一個才年的 這個 這個總結和表彰 我們希望更多的朋友 走到台上來啊 希望 更是對我們這個才年的展望和 這個規劃 計劃 反正呢就是這個才年 如果誰跟上了 真的就是不得了啊 真的不得了 這個才年 老師將會成就更多的人 幫助更多的人 幫助我們去實現夢想 所以說呢 這個我我我看大家這個呼聲 大家呼聲 大家呼聲 我做完歷十六年了 嗯 嗯 頭一次看到清場時間這麼長 哈哈哈哈 一般清場就一句話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嗯 徐元姐呢 一清場清場就跟主持一樣 嗯 永遠都有人這樣 你讓他上台 你我很緊張 我行啊我不行 只要一上來就都下不去 就像很多人做完歷一樣 讓他來之前都不要做 對吧 對 一旦做起來就沒完沒了 是 一旦做起來就控制不住 對吧 對 案例事業就是這樣 沒看懂的時候 你怎麼讓他進來 都不太容易進來 一旦看懂了 你要他出去更難 對 對嗎 那今天呢 呃 是 我是主持人哈 謝謝 哈哈 今天本來呢 我剛剛體驗過 然後呢 啊跑跑和陸佳 然後請我倆吃飯 哦 就說別總是那個下面的 對的幾樣了 是不是啊 就跳個高檔點兒的 實在好吃的吧 我們就到外面一個地方吃飯 哦 剛坐在那裡 然後呢他電話就來了 但是我還想的是 哎呦是不是 你也要湊一會兒讓 一起請吃飯呢 還怎麼樣的嗎 結果人家居然點問說 老師 哈哈哈 對吧 但是我之後他還沒好意思 我聽出來了 是明婆在電話說的 就說你能當主持嗎 哈哈哈 對 因為我知道在明豐的 在明豐的心目中 就認為 那主持一個時候 他已經打了人宣言節了 哈哈哈 對 是不是啊 哈哈哈 然後呢又不好意思 說完自己主持 就只能是這個意思 就直接說一下 對不對 那今天呢我確實沒想到主持 因為今天今天的主角不是我 今天的主角是接下來 要上台表彈這些人 哇 對的 我今天就主持了 那我呢就幾個主持人了 因為我剛剛做的事 他媽還要問我 老師我主持嗎 哈哈哈 要不要多點人性呢 哈哈哈 人都這麼渴望了 哈哈哈 能不能上台 哈哈哈 假裝主持一下嗎 是不是 不是啊 就當你這主持人了 那行啊 好不好 哈哈哈 好啦 你們覺得我們很快樂呀 那 這是在 公司裡邊 是不太可能有的氣氛 對 對嗎 對 你開公司在企業裡邊 也不開 也不太可能有這樣的氣氛 對 其實有在哪裡有 在家裡才會這樣 對 就這麼快樂 對 所以今天如果有第一次來的朋友 你 可能一開始不理解 但是慢慢你就知道了 其實這裏更像一個家 對吧 我們是家人 所以呢 家人們也歡迎第一次來的朋友 好不好 這是有線上的線下的 我們今天幹嘛呢 今天呢來表彰 上一個財年 所以我給第一次來的 或者是 近了一段時間 還迷迷糊糊的人 也給你們去解釋一下 認真聽 因為很多人來了很久了 還不知道你怎麼賺錢 有沒有家的人 有 很多人迷迷糊糊 就把錢賺到了 也有吧 那你相信好了 你迷迷糊糊賺到的錢 一定是比你很認真的 賺的要少那麼一點點 有的人 明明可以賺很多錢 結果沒辦經銷商 結果那個錢就沒拿到 是不是 因為很多人差20分 就可以賺很多錢 結果呢 就沒做 是不是 有很多人不知道 那當然了 一切都是我的錯 是不是 對 對了 是我們驕傲 今天呢 要好好驕傲一下 對嗎 今天我們表彰在上一個財政年度 安利的一個財政年度 是國際通用 是國際的通用 一個財政年度 是從每年的9月1號 到第二年的8月31號 是安利的一個財年 是財政年度 所以你們就明白嗎 今天在這個事業當中 你有什麼職級 你做了什麼樣的一個成績 是按一個財年來算的 懂了沒 那現在是不是一個財年 剛開始 對 過去多讓時間了 一個月多一點點 是不是有一句話叫 一年之際 在於春 一日之際 在於晨 是這樣吧 今天在安利來講 也是一樣 這一年之際 就在於春 一年之際 在於什麼 就是財年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財年剛開始的時候 你就開始設定明確的目標 你就開始為了明確的目標 去努力 那接下來 你這個財年 會過得很有意義 對嗎 對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 跑馬拉松的冠軍 然後我記得採訪他 馬拉松全程是 多長 42.195 對嗎 反正就40公里多 是吧 那大概4萬米是嗎 對 是不是 就4萬米多 所以 其實他是 是不是很長 然後呢 有一個馬拉松冠軍 他就很厲害 他破了記錄 有人採訪他 說你為什麼能夠 這麼長 你是怎麼規劃你的目標的 為什麼你每次都能成為冠軍 後來他說他在跑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把全程設定目標 而是呢他是把目標分成一段段的去設定 比如說呢 他從這棵樹到前面能看到可能 可能500米這個樹 他要設定這個目標我要跑得快一點 這個目標完成了 再設定下一個目標 於是他每一段都不累 他每一段都有明確的目標 你們發現有的時候我們把目標設太長了 或者是你很懶 或者是被嚇住了 對嗎 比如你跑馬拉松 你就想著 哎呀我要跑400米 你說越想越害怕 對 就不敢跑了 那如果你想著 我就先跑個100米是什麼 那跑完100米 再跑個100米呗 是不是啊 那400米是幾 是多少個100米 400個100米 那好了 400個100米 多到了嗎 你知道是不是覺得就不害怕了 你不要想著 阿里我要做FG 還是我要做什麼什麼直擊 你想著很害怕 你要不要想著我是10年如何如何 所以其實阿里很簡單 一個才年一個才年做 對嗎 一個才年一個才年做 就有些人把目標規劃的太遠了 從一做案例就定位很高 我一定要做FG 但是從來不想著今年做啥 都總說不久的將來 我要成為FG 但是呢 這個不久的將來 一下就拖了10年 記得吧 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一個才年 一個才年 是一個明確的目標 不知不覺發現 你好像就 團隊越來越多了 收入越來越多了 人才越來越多了 是不是這樣啊 所以如果反而來講 你這個才年 你明明呼呼就過去了 一年就過去了 阿里就這麼神奇 比如說我們好好想一想 上個才年 懂目標的 是不是就有很多人才出來 就有結果出來 那沒有任何團隊呢 你發現好像這一年也不知道幹啥了 你說說你沒做案例吧 是委屈你 說你好好做案例了吧 那結果呢 是不是 那結果呢 案例是公不公平 公平 公平 剛剛是不是放了無錫之旅這個影片 對 對嗎 因為剛剛在下面 然後呢 案例公司的人就發給我幾個名單 我們團隊 有一些人 將被邀請 去參觀案例公司的無錫之旅 包括我岳父岳母 包括我外甥 包括明峰的媽媽 對吧 好像你們沒有是嗎 太可憐了 反正總之有些人會被要求 然後黎明姐就說 老師 能不能花錢去 對 因為黎明姐有錢嘛 對吧 因為黎明姐啊 在泰國有幾十畝的莊園 在北京 在北京市區有房子 然後呢 在北京這個郊區 還有500平米的別墅 有多少人在北京可能我們 可能租一個小房子 還每天擔心房租的問題 是不是啊 黎明姐聽說她這樣的生活 所以你要想 這樣的人為什麼會來做安利 如果安利不賺錢 她不會來 如果安利只賺錢 她也不會來 對 是不是啊 說明什麼 說明安利這個事業 她不僅賺錢 而且還不只賺錢 還會賺到錢以外的東西 對不對啊 會 對嗎 但是呢 我當時就說 對不起黎明姐 安利特別公平 跟你有錢 沒錢 沒關係 你有錢 安利公司 她要按級別邀請你 對吧 所以黎明姐 立刻有動力了 好 那我今年做明年去 你看啊 就這樣啊 安利事業就這麼公平吧 安利事業真的很公平 所以今天我們每個人想一想 安利這個事業是不是真的 不分你的學歷 不分你的年齡 不分你的年齡 不分你原來平凡也好 都說哎什麼也好 真的真的不分 只要我們真的做到了 安利公司就會給我們相應的報酬 是不是啊 我對安利 我在安利已經16年的時間了 16年了 就從來沒發生過安利公司欠我們錢的 就從來沒發生過安利公司少給我們錢的 永遠給我們做的是多的叫驚喜 總是比他一開始講的要多 永遠都是這樣 16年了 對吧 從來沒有說欠我們一個月錢 兩個月錢 從來沒有 都是早發沒有晚發 所以真的安利公司只要我們做 就一定會給 那我沒想想為什麼別人能做到 我們沒做到呢 真的我們想一想吧 就為什麼別人做到了我們就沒做到 到底差在哪裡呢 你說是差在能力嗎 你好好想一想是差在能力 差在學歷 還差在口才還是如何如何都不是 就我們問問我們過往的那一個財年都做了什麼 你說我也在做安利啊 我也來學習 很多人說法認為我來學習就是在做安利 那不叫學習專業貨嗎 安利他畢竟不是學校啊 這裡也不發證書啊 安利講白了說一天到晚是啥 那是個生意啊 生意是幹啥 生肖看結果的 生肖是賺錢的 不是我在這邊混混混混 我四年畢業了給你發個證 他不是這事啊 是不是很多人有說安利的這個 做安利的這個形態就很像學校 因為學習嘛 還有老師嘛 是不是啊 但是你別忘了他 他歸根道理的這個生意 我們是在幹嘛的 我們在賺錢的嘛 對 要不然我們怎麼過能好的生活啊 怎麼買車買房啊 剛才米利說他很喜歡那個愛馬仕的包 對吧 那不是做安利賺來的嗎 對吧 70塊錢惹了嗎 很簡單呢 你想要70塊就好了嗎 是不是啊 你去青島去玩的時候跟你解決 是不是啊 有沒有花錢 花多少錢呢 花好多錢對不對 你看多傻啊 我們這麼多年安利邀請我們已經去了幾十個國家 住五星級酒店 然後呢就70塊錢 對吧幾十個國家就70塊錢 你就不要自己亂花錢 對吧 當你沒有了解安利 你還自己去亂花錢 就你沒了解的時候你自己花錢行 你了解了 你自己再去花錢 你就不划算了 將來安利公司都會請你 都是免費的 我們自從了解安利之後 我從來沒自己花錢旅遊過 因為你只要你自己花錢玩覺得特別虧 而且你還得算計 對嗎 吃也不能隨便吃 是不是啊 你說是 我們說也有錢去吃也可以怎麼樣 但是你總是可能會比較一下 但你要是跟安利公司去呢 你自己不用想 安利公司永遠給你最好的 比如說我們去西西蘭的黃厚鎮 安利公司會給我們這麼大的黑金豹 哇 黑金豹只有黃 只有黃厚鎮有 而且那個地方的黑金豹 你要打撈他 那個人都是有證書的 他如果要不夠一定的年齡 不夠的大小 打撈出來是違法的 總之各地的吃 吃什麼 你說我吃了兩口來的 米子醬 米子醬 對 是不是啊 一口多少錢 一口五百 說我吃兩口 對吧 你耿耿一塊是不是啊 說你實際上的話 就算是我們有錢 如果米子醬 一口就不百塊錢 你是不是想一想 其實也沒必要 因為西石姐確實也沒怎麼好吃 是真的 也不比下面那個米線好吃多少 對吧 但是你看你跟這安利公司呢 他反正買單吧 他花錢你就想都不用想 這種理由就特別好 所以你了解安利之後 記得安利他真的他就是一個 一個保障一樣 你看懂了 就像你取錢的 你要的我這裡都有 對吧 你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放在 怎麼樣從安利這個體管 已經取錢就好了 對吧 千萬要搞明白安利 要不然就傻乎乎的 有的人說我在外面去賺錢 我在裡面去學習 那你說你是何必呢 對 就不是學校 對吧 說我在外面賺錢 我來養安利 安利給你養 安利給我錢 安利是來養我們的 你認真 這是安利公司的總裁講的 你認真照顧安利三五年的時間 安利照顧你三五代人 是真的呀 就你認真照顧安利三五年的時間 安利會照顧你三五代人的 這是開玩笑的 對吧 幾代人 你看我外甥 那不是等於他等於說 安利傳到他第三代嗎 是不是啊 就照顧幾代人呢 那其實也只是才幾年的時間就可以啊 真的安利真的安利的好 你慢慢來一定要好好去瞭解 對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候要做這個表彰 因為一個月是不是很快就過去了 對 我們在跨年的一天 就安利的跨年就是8月31號一天晚上 是我們每年安利的除夕夜 對 那天我是不是在線上做了一個分享 就告訴大家 我們要把年頭當年尾過 一天最高浪費 要設定明確的目標 是不是你們都聽了 對 那有人聽了就聽進去了 有人聽了就聽過去了 那聽進去的人是不是就行動了 對 聽進去的就有目標了 有目標就突破了 有目標就會行動啊 你看哈爾濱的雪肥大哥 就是那天晚上突破的 就是那天晚上聽進去的 結果呢 第二天 我8月31號 等於初期一天講 他9月1號就說哈爾濱把大鵬帶來了 你看大鵬 對嗎 結果出現這一個領導人 整個市場就活了 結果他上個月就達標了 哇 是不是啊 為什麼 告訴我們 專利有目標就無中生有 沒有目標就無事生非 對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無事生非的 今天這事 明天那事 一堆問題 對吧 滿臉糾結 有的人還沒頭結束 沒臉糾結啊 那種痛苦的樣子啊 你看就沒目標 因為你有目標的時候 你說你是來不及想事兒的 有目標是 有目標你是很快樂的 每天一直行動 一直行動的嘛 對嗎 所以你看 你有目標就會無中生有 所以沒目標設就多 所以設個明確的目標很重要 你看這一個月 你們誰會想到 那雪肥大哥 像一匹黑馬一樣撒出來 對 原本是被很多人所沒看好的 你們可能認為明風行 清華的 黎明姐行 對嗎 紅美姐行 對嗎 因為思瑤姐 那你看那也會笑啊 是不是啊 又是北京人 總之你看說那金秀 說那金秀 那大小姑娘嘴甜的 會來事啊 那雪肥大哥會來事嗎 你說 他新光了今天 雪肥大哥原來 那你看 這次現在真擠出來笑了 那我們線上經常 阿君姐 他們經常在我們 製作家裡待一起學習 就說 這每次一進來 就看到一個人 你就晃過 每天最早上線 開個視頻 嘟過臉 也沒表情 他說這誰啊 後來我說 他怎麼打標啊 太有信心了 所以那個原來從來不笑 嘟嘟個臉 嘟嘟個臉 就是都沒話 就沒啥意思 嘟嘟個臉 就是沒有表情 嘟嘟個臉 就這個意思啊 你慢慢去體會這個意境 這還不太好理解 對吧 他現在行了 笑到已經很可愛了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是不是誰都沒想到啊 沒有 真的是他那些就這麽有意思 那為什麽呀 你講 那你說趕快去 到底他 他有什麽一下 突然有什麽美食了嗎 一夜之間 他又長什麽能力了嗎 或者一夜之間 口才好了嗎 都不是 其實真的就是因為 突然變得有目標了 有目標了 所以真的 因為一個人 當我們有目標的時候 你就不想問題 一個沒有目標的人 躺在那裏 就都是問題 什麽是問題 就想了 我認識誰呀 找誰呀 跟人講人家拒絕我 怎麽辦呢 他來了能做嗎 做了能成嗎 那怎麽看我呀 不用這個吧 不用不用不用 他關了 怎麽看我呀 就你問題全是想出來的 你有目標呢 你有目標呢 你根本來不及想聽問題 就行動了 這麽多年我做案例 我就發現了 案例這個事兒 就哪怕你瞎做 亂做 胡亂做 都會出結果 更何況今天 我們有世界第一的老師 教我們已經不胡亂做了 原來我們胡亂做 會有胡亂出結果來嗎 那彭酷在大街頭發明片 還發出來一個意義嗎 是不是啊 對 那文強貼小廣告 不還貼出來跟張霞嗎 弄小紙片 就人家蜥蜴來了嗎 你看 電線桿子嗎 對吧 不是電線桿子 是學校的那個 海報板 那個什麽叫 就那個海報板 對吧 是不是 所以你看你又不管什麽方法 就你只要做 就比不做好 就你看大家只要每天行動的人 就沒有一個沒結果的 那金袖 就在地鐵裏面追的是人 你看那不就帶來了米粒嗎 是不是啊 你這裏有沒有什麽固定方法 沒有 就為什麽阿力永遠不教你方法 就給你想法 方法你自己這樣想出來 就像一個人 你去想追求一個女孩 你真的足夠渴望你想追她 請問 讓別人教你方法嗎 如果你追個女孩 還讓別人教你方法 那叫蠢 我上高中的時候 學位大哥之後是誰 他之後是誰 有一個男生 我們兩個共同同學 在期望到現在 他之後這個男人是誰 他喜歡了我們低年級的一個女生 然後叫追人家 追人家我就說寫情書咧 就寫情書 那寫完情書之後呢 他不好意思去送 還讓我幫忙去送 那我就幫忙去送了 結果結果對吧 人家 結果你就知道了 聽我這個人夠意思 被我拒絕了 你是女孩 如果一個男人要追你 還拖略一個男孩 來燒個畫面 你咋想 這麼慫了什麼 對吧 是不是這個道理啊 說明啥 說明你不足夠渴望呢 如果你足夠渴望一個女孩 你足夠真的喜歡想追人家 你會不好意思嗎 你會怕嗎 那我為什麼就不怕呢 那哪是我臉大呀 我不是夠哥們意思嗎 對吧 那你追一個女孩 那你還不如哥們意思 這樣自己夠突破 那你說你 這怎麼叫愛情呢 雪飛你還記著這聲嗎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估計那是給那個人打電話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就是為什麼今天真的每個人 你就會都知道 千万别来学方法 两天挖住了 或者是不是被老婆听见以为是她呢 对吧 把手机给她砸了 不是 这个确实不是她 她只有那个人是谁 是我们两个确实都很好的一个朋友 很有意思 她现在在做成销 在提环岛 提环岛你就知道干啥了吧 这个大朋友来做个挺样的那个东西 对吗 就一直在搞那个 但是并不是千花岛的人都在搞那个 不是了 好了 所以今天你真的 你们一定要明白 今天我们永远要搞定自己的想法 你到底想不想要 我们到底想不想成功 这是很重要的 对吧 就永远都不是学方法 而是什么 学想法 你真的想了 你怎么会没方法呢 今天 我们的哪个方法 是靠别人教出来的 老师 我跟老师十一年了 老师永远都没有教我方法 永远给我想法 是不是啊 这道理是一样的 就说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想去追求一个人 你真的想 方法用别人教吗 你连自己的想法都想不出来 你是很难追到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对吧 那然后 当然了 这里有很多的法案 你去借鉴 别人用什么方法呢 你去试一试 对吧 你看现在 我发现文强就有点走我去年那个路了 每天在体验馆 每天有时间就直播 对吧 然后就在体验馆里面开始参观 开机会 有没有这个状态 有点我去年上片的状态了吧 就今年这种状态就可以容易上高级经理了 是真的 很多人其实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想方法上 一直想这么做行 还是那么做行 还是这么做行 这么试试行不行 那么试试行不行 你什么方法你试一下就行了 写情书行不行 追女朋友 那你行 那你写一封 别人就同意了吗 一封不行 不得两封吗 两封不行 再来一封吗 实在是你怎么办 再换个招呗 再换个人 你的想法怎么不错呀 这一看就没啥经历的 就不说乱想的 对吧 那你是不是要执着呀 也许人家在考验你呀 换句话说 你写一封 人家说 我就等你情书了 人就来了 你不吓一跳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今天你们一定要来做任何事情 你们今天做案例 无论什么想法 无论什么方法 你就要认真去做 你就要 你就要很执着 是不是 而且要 每个人都要一直做精细求精 比如说写情书 说啊 写情书是个方法 追女孩 你写的乱七八糟 都是错别字 那你这个行吗 同样是写情书 那如果你写的很有文采呢 又不一样 如果写的 我打动他呢 是不是又不一样 什么 挡N眼了是吗 那种角落你 是不是 很可怜的样子 对吧 那好了 我不挡的 对 你看 这就是N眼和跑跑的区别 对 对 你看 为什么N眼会有成绩 你看 有些人直播 整个脸是挖屏的 给人整个的牙迫的 整个屏幕都是大 这样的人往往在现在时空中 已经给人家里的 对吧 就是不给 不给别人空间 你看N眼 都敢把自己放的那么小 给别人都碰到的空间 所以你看人家成绩就好 都超过 都往后跑了 不过这是真的呀 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吧 整个脸贴上 你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没说你 这是你最最好入住的 对吧 你还不够当鸡的资格 你当猴听的也行 人家跑跑是挤杀鸡给猴看 对吧 今天这只鸡被一直杀 杀了已经 对吧 好几次了 还好 还没杀死 就这样子了 对吧 你看 你看看 这是N眼特点 就是 懂了 就要学会 不要给别人压力 不要给别人压迫感 给别人空间 也给自己空间 是不是 你看N眼他在坐着 是不是 不过你可以稍微再大一点就行 这太小了也不行 对对对 就这往前一张 这往前一张 差不多了 所以说 一个财年 你有记得吧 是每年的9月1号 到第二年的8月31号 是安利的一个财政年度 因为安利的收入 有三种收入 安利的收入三种 第一个 有个叫日捷奖金 什么日捷 今天你只要70块钱 在安利申请一张安利的卡 你就有一个安利的微电 安利公司送你的 安利公司这个微电 是和腾讯合作 这个微电 是和京东物流合作 这个物流交给京东 不用你去发货 不用你管 只要你去推广 有人进你店买东西 安利公司会秒结佣金 只要预结假 就每天都会赚钱的 所以很多人是不是说 安利赚钱慢 是不是 你想快能不能快 日捷奖金的 就你要赚到 是安利有三种奖金 第一种就叫日捷奖金 每天日捷奖 第二种叫月捷奖 每个月 每个月 按着你一定的业绩 给你 按一定的比例 给你发钱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的一个月的业绩 在2500 就给我们反 6% 如果我们在 12万5000 就会反27% 就反27% 总之它是有一个 你们告诉你们自己去看 它有一个奖金制度的分配表 你没有业绩 不给钱 合不合理 合理 你没有业绩 不给钱是很合理的 你业绩多 反钱多 业绩少 反钱少 合不合理 合理 多劳多得 不劳不得 那阿力还有个什么奖金呢 叫年度奖金 所以我们的日捷奖和月捷奖 跟财年没关 所以你今天干就有 你这个月干多少活 马上就给你钱 但是阿力的年度奖金 却是按一个财年来发分的 就从每年的9月1号 到第二年的8月31号 这一个财政年度来审核 以这一个年的业绩 最终给发放年终奖金 其实真正在阿力事业里面赚钱 是要拿到年度奖金的 因为这才是大头 比如说我们做阿力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基本是怎么过来的 基本就是一开始 阿力是一加一的事业 一开始我们一边上班 一边做阿力 阿力不用你放弃任何东西 不是你一做阿力就必须 这个东西也不要了 或者那班也不上了 不是 根据你们个人的条件 根据你每个人的条件 阿力是什么 阿力是挖井 我们打工也好 做些生意也好 是不是挑水 就你挑就有 不挑就没有 对吗 阿力是干嘛 你把阿力做起来 把团队做起来 是你不用再挑水了 他还有得喝 就像今天 你说我们 还有在挑水吗 不用 真的不用 你们是知道的 今天我们 我们停下来 会不会依然有收入 会呀 为什么 线上线下这么多人 还有在线外的呢 这些人 是不是都在死牙膏啊 都在刷牙 都在洗澡啊 都在洗头发呀 都在吃营养早餐呢 是不是啊 那好了 送出来了 所以他真的是 可以停下来 就一直 一直有钱的 这是你的井要挖成 但是井 能不能一天就挖出来 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口井 一天就能挖出来 都是骗人的 因为根本轮不到你 对吗 我们从来 我们说安利是一个机会 是给任何一个人 翻身的机会 但从来没说 他可以不劳而活 从来没说 他可以一夜包覆 从来没说 他可以 对吗 就是好像 猪站在风口 就飞起来了 如何如何 不是 从来没见 哪个猪站在风口 飞起来 就算有风口 你也得具备 飞的资格 是不是这样啊 你们看哪个猪 真的被 飞风口吹起来了 没有 因为如果你天天 定位自己是猪 找风口 就错了 你定位自己是猪了吗 永远就是猪 你如果定位自己是一个天使 长出翅膀来 有没有风口你都能飞 当然你找到了风口 飞得就更快一些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不会一下子 就会把井挖出来 所以今天你们看你们每个人的一些情况 你连你连每天喝水的水都没有 你来挖井 你是不是给他报复 说好了我要来挖井了 挖两天咳嗽 你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就一边挑水 一边挖井 那有些人 比如说黎明井 他可以全力以赴来挖井 就挖呗 因为家里面有足够的水 在他挖出井之前 在把水喝光之前 井都挖出来了 你看同围井不也是吗 你看陆家井 就有些人全职 有些人兼职 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 它不是绝对的 对吗 所以不要盲目跟这些学生 你一定要全职 还是要兼职 就像说挖井 你是兼职挖 还是全职挖都行 看你有多少水喝 对吗 那如果今天你们 今天决定要全力 回来做案例的 那你就要想了 我得在把我的水喝光之前 赶快把井挖出来 要不要努力 要嘛 你不能打着 全职挖井的旗号 在家里睡大觉 就说我做案例了 班不上了 生也不要了 我要好好做一个 伟大的事业 结果天天睡觉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对吗 所以我还做了一段时间 会发现不对啊 怎么案例没赚钱呢 为啥没赚钱呢 那你睡觉了 能赚钱吗 是不是啊 有多少人呢 我们这有多少人 很多年轻人 不上班 我非常不上班 我要全力付出案例 那你全力付出案例 可以 你得做呀 结果没做 他说全力付出案例 结果连班都不上 最后就养成了什么 懒惰的习惯 因为案例现在太自由了嘛 从来没有人逼你 几点起床 所以案例的迷人是 迷人的自由 案例的难 也能的自由 有没有人管你 没人管是真的 你几点起床 没人管 你今天做还是不做 没人管 你几点做 也没人管 你是用什么态度做 也没人管 完全取决我们自己 就这件事情 他太自由了 但是他这难也难得自由 所以为什么老实讲 要享受安利事业的 自由自在和自主 我们要求一什么 自我期许 自我约束 和自我管理 什么是自我期许 就一定要学会 做一个自我期许的人 因为大部分人 人性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别人在期许我们 是父母期许我们 将来有出息 对吗 或者谁期许我们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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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若西姐 前面有位置 所以说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明白 今天做安利 没有人在期许我们了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要谁来期许 是自我来期许 你看若西姐 今天本来说好的不来的 怎么又来了呢 对吗 刚刚本来都说好了 说在家里面 还要陪瑟尔 瑟尔上学 结果呢 你看又来了 说你在身上学吧 你看这是不是自我期许 对 安利现在就是这样 今天你们谁来还是不来 说没有人管我们 对 所以安利说自我期许 要干嘛 叫自我约束 安利没人约束我们 没有人约束我们的 你是几点起床 你什么时候做 对吧 你是开心 你对人家太多好 还是太多不好 你给别人压力 还是怎么对吧 还是很有吸引力 这都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是很重要的 就安利真的为什么学习 因为我们学学学 没完没了的学 其实就是让自己具备 自我期许 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你们明白吗 对吧 真的 做安利 你们永远想着 今天 我跟一个伙伴一见面 马上就说了 老师 我给你对个答案 刚刚说完就说 老师 我再给你对个答案 我说 那这么多答案呢 我总要过去 我一说 你们大家就知道 这个人是谁了 因为这是他的口头语 总一跟我见面 后来我都害怕了 一见面就说 老师 我给你对个答案 后来我老师就说了 那你没跟我们见面之前 你的答案 我怎么解决的 就一直被困着 一直被困扰的 抓紧时间 只要见面了 搞不定答案 结果他问的答案 全是问别人 那个人 你给怎么怎么办 那个人给你怎么办 对吧 说明啥 我说 你先比我对答案 你先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因为你的思维模式 永远都在想着 我怎么去搞定别人 我是错了 错了问题 就没有正确答案 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 我说没法回答你 很多人常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 有的人给我发个截屏 说老师 这句话我应该怎么回答 他有人说 老师 我问他这个 然后他又跟我这么说 我就不会说了 我应该怎么回答他 你说这种问题 你说我怎么回答 你们也够难为我了 对吧 是怎么回答 为啥怎么样回答 因为对方是人 我又不了解你那个人 我也不到你们的此时此景 我也不到你们对方 那个说话 那个感觉 对吧 你说你让我怎么回答 比如说旭言问 说老师 我跟百行这么聊天 我应该怎么回答 那我哪知道 你俩是在甜蜜语呢 还在吵架呢 你俩如果在甜蜜语 你这么回答 你俩吵架了呢 可能另一个回答方法 那我万一更错了呢 然后你就说 老师告诉我 这道理不灵啊 老师也不行啊 就老师又失去信任了 这有些问题 根本就没法回答 懂了没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经常会问我 很多这些问题 真挺为难 我要能回答你 我真的是很想帮你们的 我不是不想 但真的没法回答呀 你们懂了没 为啥 所以今天我就跟 跟这个人家人讲 我说你先别问我问题 也别跟我对答案了 我说你的思维模式有问题 因为你的所有的思维模式 都在对答案 想怎么去搞定别人 但其实案例是也很简单 你搞定自己就好了 根本不就搞定别人 是不是 就只想搞定自己就好了 永远不要想到 我们怎么搞定别人 这也是案例很简单的地方 案例你永远都不要想着 比如说 你们今天想不想 想不想知道 我们团队为什么会出现 若曦姐呢 出现黎明姐 张大哥 红伟姐 这都是大咖 对吧 还有高考状元明峰姐 怎么这么棒呢 这么骄傲的 原本可以这么骄傲的人 怎么就变成这么谦卑呢 对吧 明明自己想主持 都要先让别人先说 把听给别人 对吧 你们想不想知道说 我们团队怎么会有这些 就层次很高一些人的 低低姐 俊霞一些人 想 那请问 我们是用什么方式 搞定他们了吗 我们用什么方式 搞定洛西姐了吗 搞定黎明姐了吗 搞定红伟姐了吗 不是吧 我们没搞定他们 也搞不定他们呀 我们只是 搞定自己就好了 案例事件是搞定自己 去影响别人 就是你改变自己 去影响别人 对吧 永远记得 不是想搞定别人 最后你发现 你总想搞定别人 你谁搞不定 他把自己累坏了 你就每天想着 怎么样自己变得很好 怎么样自己变得 让人喜欢 让人感动 让人惭愧 就够了 是不是 那昨天小柯姐 你看为什么 他是一个 他的身份地位 各方面 本来是不需要安利的人 当然不能提到 我知道了 特殊了 对吧 你看他是一个 很有身份的 是真的了 但是你看为什么 他只要 后会老师一讲课 就一定来 而且还经常抱怨黎明姐 你咋不早说 后会老师讲课 昨天本来他也没有 他本来昨天 就想请我们去看马术 昨天本来也没想来学习的 一听后会老师讲课 昨天就来了 他带两个人来 他带来的人 如果谁要是 不在这边好好听课的话 他马上就说的 你不在这听课 你就不是我朋友 他是这样的人 如果后会老师讲课 你不听 那你不是我朋友 要么理都不理 上次有一次 他带来个新朋友 对吧 过来了 在那边停一听是安利 就有点那个意思 就走了 走了之后 后来后会老师关心一下 说你的朋友走了 他说不用管 他不听课 不是我朋友 不理人家 那边也会自己回来了 就回来了 你看 是不是叫会做呀 那为什么 那这个后会老师 也没有用什么法 搞定他呀 不就是要让人喜欢吗 对吗 像今天张霞 在跟后会老师分享的 其实他说 他终于开价了 说发现安利奇真的很简单 你只要做到 让别人喜欢 你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就一定会看到安利 为什么 因为安利事业 不怕了解 就怕不了解 就不怕了解 就怕不了解 不像很多行业 就怕你了解 越了解深了 怎么办 你就越不爱来 安利呢 是不怕你了解 你就来了解吧 我们每月来之前都说 有的人是来玩一玩 老人杀的 有的人是来 对吧 就是交交朋友的 有人呢 是来可能想获得健康的 但他的想法都是 安利我不要做 安利我不要做 那你发现 为什么还都做了 这么多做了 他越了解 就会发现 这没有不做的道理呀 就你给我举出个 不做的安利的道理 今天 我看到 我翻视频 发抖音 然后你看季老师 在上海 讲了一段话 季老师讲 说你把不做安利的理由 和要做安利的理由 列出来 比较比较 发现 安利还是要做的 对啊 所以是啊 季老师讲话 总是这么经历 对 你把不做安利的理由 列一列 你再把做安利的理由 列一列 好了 你不做安利理由 能列出来几条 安利没什么不做 没时间 不感兴趣 打不着人 还有呢 没面子 别人看不起 还有呢 被拒绝 还有呢 还有啥 没钱买产品吃 没钱买产品吃 他跟着来了赚钱了 对啊 跟着来赚钱了 还有啥 不会做 对吗 你再把做安利的理由 再列一列 对吗 你看 为什么要做安利 自由 自由 能够得自由吗 有没有钱赚 有 赚的什么钱 被动收入 对吧 赚的是利息 他不仅能赚钱 还能赚时间 他还能家人长相伴 他能够得健康 获得美丽 还能显年轻 还能结交一群的朋友 还能免费的环游世界 对 对 还能撒狗粮 你啥让那有人吃 你没人吃 你傻了 你给谁看呢 你没用啊 是不是 还有舞台 对 舞台是不是也需要的 对 是真的呀 这个舞台 是别人拿不走的呀 对 你今天有多少的明星巨星 舞台说明就没了 对 这是事实吧 有多少明星舞台就没了呀 那咱们这个舞台 自己可以打造啊 今天如果我我就特别想唱歌 我唱一首你们听不听 对吧 这舞台呀 我不唱 对吧 我就 比如 打个比方 对吧 我知道我老婆 对吧 对对对 胆小 她怕我一唱就跑了 但是唱也轮不到我呢 这有若曦姐呢 有鸣峰姐呢 对吧 这都是专业的呀 是不是啊 这还有 不说你了吧 也行啊 出过专辑的嘛 出过 出过单曲的 对吧 这个续元姐 出过单曲的 这个金秀姐 出过单 出过单曲的陆佳姐 出过单曲的赵敏 出过单曲的皮片 是不是 还有出过单曲的娟娟 还有对 还有制作人 对吧 超级 这么多呢 轮不到我 是不是 还有百行 对 轮不到我 但是 我不让你们唱 你们也上不来呀 对吧 争取个清产的机会就可以了 好了 真的按那个事业 就你 你去选嘛 按例 你说 有多少理由 要做按例呀 就包括你说 今天 我们这样的一群人 在一起 这种 欺乐融融 对吧 这是一辈子的家人 这是不是按例的理由 你去好好列出来 是真的 按例真的值得了嘛 对不对呀 所以按例事业 真的很简单 对吧 但是今天真的 我们每个人 要从 设定目标开始 对吗 而今天按例 最重要是什么 是这一个财年之后 这一个财年之后 然后 按例公司给我们 那个年度奖金 才是最多的 我们这么多年做按例 我们一开始 就我讲我们状态 一开始 一开始 挖井的时候 当然钱很少 我第一个月在按例里面 赚了38块钱 不多吧 对吗 但是后来不断累积 不断累积 不断累积 就是几百块 到几千块 之后开始上万块 那开始上万块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用工作了 当然你可能也不足以让你 可能每天很挥霍 买很多东西 但是是不是基本上 我们很简单的 一步行就可以了 那你再不断不断 就不用上班了 你就全身投入到 按例事业里 就比如像现在 像续严啦 金秀啦 对吧 你像文强张霞啦 依依啦 对吧 很多领导人 像跑跑啦 私窑啦 他们是不是 当收入几万块的时候 至少不用再去上班了 不用看老板的脸色 过日子了 对吗 那在后来呢 你就从一万两万三万到几万 最后到十几万 这个时候基本上 你想买啥 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 如果到了十万块 基本上你到外边 到大街上 太什么都不贵 当然不是说你 我们讲了 我们又不是王世聪 又不是那种败家的 就正常的生活请问 一个月收入十万块 吃东西还贵吗 贵 买个一般的衣服还贵吗 贵 就不贵了 正常的生活就不贵了 而且安利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利息 是可以你全花出去的 如果一个做安利的人 你还攒钱 你就是没看懂安利 对 这就是说明你没看懂安利 是真的 我们重点是从来没涨过钱 就是这 为什么 你看连陈老师做世界第一了 老师都不要攒钱 为啥 全世界五十几都好攒 为啥呀 因为老师钱到了时候就要花呀 到最后 那你没法花了 你说你还能花什么 就只能买房子了 是不是 那现在老师最后会有点烦恼了 为啥 就没法买房子了 对吧 没法买房子了 你说老师先买房子 现在中国大陆都不让买了 而且又有疫情 所以老师现在想办法 还想去美国呢 对吧 为啥 因为这两年 美国又发现一大笔钱 在那边放着呢 他没取呢 香港一大笔钱 菲律宾一大笔钱 各地一大笔钱都够进来了 哗哗不去啊 就你就知道 安利是你不了解的人 你总以为安利是不赚钱 你穷如何如何如何的 对吧 你了解你才知道安利是有多值得 所以其实我们也一样 基础会过得越大越好 就会发现 好像买什么都开始 不用去计较了 不用去计较了 而到最后 你当你开始赚了什么钱 赚到年终奖金的时候 就是当你开始赚到年终奖金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开始买车买房 买爱马仕的包了 你看后辉老师 几乎所有爱马仕的包 都是年终奖金一发下来就买的 我们在菲律宾那里两栋房子 也是年终奖金一发下来就买的 因为你的月度奖金 就让你平时会货就好了 够了吗 对吧 接快递是不是足够了吗 那年终下了一大笔钱呢 你不需要攒吗 你想买车就买车 你想买房就买房 你想买包就买包 好不好 这样又不又来了吗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你们真的想到安利是去赚大钱 首先你要学会盯着什么 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最低的 最低的年终奖金 做到高级主任把Q12 是多少钱 9万块 这已经是一个很起 等于说你要很低的级别了 只是做一个每个月的1万分的 Q12的高级主任 年终奖金都给你多少 9万块 各位9万块 其实 皮皮在那儿笑了 变不住了 对啊 他真想不住了 变得变得笑 就是他得知道 他年终马上就 9万块钱给了 他上海年都Q12了吗 哇 对吧 我就想计划9万块怎么花了 对啊 对于一个96年的小孩9万块不也还不错吗 确实啊 那不需要攒钱也不需要干啥 那确实就可以想着 要不然买个买个什么包 还是买个什么衣服啊 你都这样的 给我吃点好吃的呀 你舅妈说的 那你送你妈妈一个包 哎呦 你笑着呢 你妈在不在现呢 对吧 你看啊 所以你看 你看是不是就很孝顺啊 对 是不是 所以你看爱丽丝业就真的这样了 就你年终奖金最低 就是一个Q12就是9万块 那然后你再做呢 做到营销经理 就是你一个财年 你帮助三个市场 做到一万分 我们叫什么 一万分 就叫高级主任 就是什么 你就是营销经理 营销经理就已经是安利公司的股东了 安利公司股东 这个怎么发钱 就是你成为股东 等于说你跟这么大的一家公司去合作 然后年终享受分红 你没投钱 你要明白吗 这时候你也是安利的股东了 这个怎么发钱 是把安利一年的营业额 一年的营业额 乘以0.25% 我讲给老朋友听 你们要学一下 今天主要是本来就是一个领导人的一个训练 就是比如说安利这一年200例的营业额 乘以0.25% 拿出这部分的奖金给全国所有做的这个职鸡的人分 懂了没 那200亿乘以0.25% 其实也不少钱 根据你的团队的体量的大小 每个人分的多还是分的少 懂了吧 是不是 那如果你再做呢 做高级经理呢 你不仅享受营销经理的分红 高级经理的分红 还给 而且这个是以后 每年都给的 每年都给 因为你就是安利多数股东了 就是每年都给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所以拜托 你们都已经有两种达标的 去怎么跟钱有仇呢 不赶快拼呢 是不是 你看恩怨了 蓬阔了 这一看就跟钱有仇嘛 这这个财年 这才开窍 是不是 再做一组出来 我们当时就是营销经理的年终奖金 在菲律宾就买房子了 这个奖金是很高的 你懂了没 特别今年会更高 就是这几年会更高 为啥 因为大环境不好 就大环境不好 营销经理少 那你做 你分红不就多吗 全中国如果就你一个 那这个钱不都给你吗 你也不想明白 你懂了没啊 年终分红嘛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团队 你要许问 很多团队 为什么在卖货 他卖货就是赚的最基础的下面的小钱 对吧 好不好 对我们来讲很好 他让整个的营业额 干嘛 增加了 他找了很多顾客呀 卖了很多货 颜额增加 但是他不上高聘 那我们上了高聘 不跟他评分他那个钱吗 懂了没啊 这算算账吧 让别人努力去卖货嘛 让别人努力去卖货 就让别的团队就努力去卖货 对吧 关系门的咱们自己给干嘛 赶快上高聘 做股东 是不是 对 你看 就是说在新加坡情况下 因为很多人还没反过来 对吧 他们卖货不在意有关 对吧 原因额多了 咱不分红吗 懂了吧 你知道老师的儿子 对于大哥 为什么收入多 因为他在新加坡 就他一个人做的高级客经理 对 所以每年高级经理 能够分红 他一个人独拿 一个国家 他独拿 然后海外旅游 海外旅游不是高级经理 以上不就海外旅游吗 然后呢 就他和菊波姐 一对夫妻 两个人 然后呢 和安利公司的那个 就是安利公司的经理 陪着旅游 贵贫司的旅游 贵贫司的 对吧 没有别人 独享 对吧 丁宇大哥是新加坡最高业绩 就他的高级经理 别人都没有高级经理 就他一个高级经理 他不拿 收入很高 所以你要学会怎么赚安利的钱 很多人说安利赚钱不赚钱 你根本不知道安利怎么赚 对吧 你看懂了 这里怎么可能没钱呢 一年银额在那了 季老师不是讲了吗 生意能做不能做 看什么 不看产品嘛 安利的产品足够好 安利产品这么多人在用 一年银额这么多 怎么会没钱 对吧 问题 我们怎么能够赚到钱 很重要 所以你现在开始 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 就记得 一定要给自己规划 一个财年的目标 你这一年一混就过去了 对吧 那如果你今天你不混呢 你坐过来呢 你看你做Q12了 最起码你马上 再过两个月 应该12月份发吧 好安利亚 11月12月发 你可能9黄块就到手了 皮皮 9黄块就开始响了 对吧 就到手了 你想开车 就可以想着买个小车的钱 都可以吧 交个首付 是不是 新能源呗 那么迟开 都可以了吗 总之反9万块钱 就你自己随便划 不挺好的吗 你明年你再努力 做做营销经理 你就可以买你要的宝马了 是不是 高级经理 你看今年 是不是续言百行的目标 包括前面领导人的目标 都要做高级经理 那张霞文强 我看最近的状态 现在是 也很有那个感觉了 对吧 很有那个感觉了 就是你得让百行的 会走出来了 因为人家现在两人干了 你看一个人都还干不动了 对吧 他俩就还有一个阵子 我发现 是不是 所以你看 那做了高级经理 收入多少啊 你们根本不知道啊 特别现在整个大环境 高级经理少 我们上聘收入更多 你懂了没 因为他是 他是 他是分红嘛 等于股东少 但是阿里的体量大呀 共产品人多呀 你懂了没 你是不是就去找他忍不住了 就把钱就把他招职了 是不是 对 这种感觉对了 但记得真的 从现在开始 就要设定明确的目标 好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表彰 上一个财年 上一个财年 阿里呢 我一边表彰他们 就一边给你们解释 每个聘 什么意义 上财年 我们从哪个聘 开始表彰呢 叫创客 叫做精英创客 精英创客 精英创客就是做了4000分 拿到加码计划的 叫精英创客 如果你做了4000分 你没有拿到加码计划 你就不叫精英创客 那个叫傻瓜创客 你都做4000分了 你还不拿加码计划 那不傻吗 傻 别乱讲啊 这里还真有家的人 精英创客 你这么大声 你表彰就人了 这里还真有 好几个4000分 那就是关加码计划了 你懂了没 有人笑了 对吧 还真有家的人 真有啊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 你这么跟钱 这么有仇呢 就你都已经做4000分了 你做个加码计划 就额外赚很多钱 额外的70% 你说你怎么能不拿呢 对吧 还几乎都是表彰 谁做了4000分 不知道怎么办 别举手算了 我说得了 让更多人知道了 反正就是 哎呀 不止一个月啊 哎呀 我每天看着也愁啊 啊 谁张庚峰啊 真的啊 这么爱钱啊 你不俗人啊 对不对 一般人家艺术家 一般就 对 就无所谓 一般就 4000分的 对吧 对吧 就不在乎了啊 什么音乐家啦 画家啦 对吧 这些 对吧 跳舞的啦 唱歌的啦 一般觉得 对吧 要钱太俗 对一般呢 对吧 就不太计较这个 对吧 你看 清华就是俗人 对吧 就不像这种事情发生 确实我也很俗的 你要记得真的 人对钱的态度 这也是我们的老师讲的 人对钱的态度是什么 该是你的 一分钱都拿回来 不该是你的 你一个几个不要 对吧 不该是我们的 别人的钱 你一个不要 但该是我们的 一分钱都拿回来 是不是 就是 就是因为 你不尊重钱 钱是不会尊重你的 你相信不相信啊 对你要尊重钱嘛 对吗 你不要就是我们 我们也不扑上浪费 我们也不要很小气 对吗 我们也不小气 很小 都不是 该是你的就要拿回来 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请呢 把名单给我 上个台年 这样啊 我们请线上的配合一下 就是你们 没到你们 你们先把视频关掉 就上个台年 做到精英创客的 开视频 就是你做到4000分 而且拿到了加码计划的 把视频开着 做到了4000分 拿到了加码计划 什么是加码计划呢 就是你有三组市场 三组市场 就所谓的你有三条线 三组市场 都完成了600分 你有三组市场 都是600分 然后你自己团队总的业绩 达到了4000分的 大鹏也要拍视频 因为上个台年也算 我们也算的 9月份的也算 9月份也算 大鹏 所以雪飞你可以关上了 因为你是另一个级别的了 对对 对你是另一个级别的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完成了4000分 同时拿到加码计划的 那韩姐是哪个团队的呀 你们不知道是吧 然后还有春梅姐 是小伙大企划的吗 4000分的哈 是不是 然后然后这个大鹏 还有小瑞 还有傅老师 哎呀 傅老师变胖了是吗 这好险的呀 傅老师 对吧 帅气不减当年的哈 傅老师 对吧 傅老师是李院长的介绍人 啊 啊 傅老师呢 你看你宝贝比你有名了 现在哈 曾经我们篮球赛的篮板王 又高又帅 让我弄了哈 对不对 是李院长的介绍人哈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线下的 完成的 哎 春剑娟娟 没有开视频是吗 春剑娟娟也完成了 进行创客 你们要开视频哈 开视频呢 会有 会有礼物的 会给你们寄过去啊 对 然后线下的 上个台年 包括上个月 我们也做到了这个级别的 上台 欢迎 你名字要动起来哦 谢谢大家 对对对 比如说你看我们戴大哥是不是做了4000分 对 他是不是有介绍人 对 他的介绍人是不是就说我们也是4000分以上 对 但只要再做两组 是不是就一样是进行创客 对 一个月你可以赚一万多块钱 就只要这里边 比如说你们都做到了4000分 你们的介绍人如果没做到的 那个介绍人就实在是很棒 是不是 比如说你们介绍人做到了是不是 你的介绍人也做到了是不是 比如说你的介绍人就没做到 你的介绍人也做到了 你看你的介绍人 你看 你的介绍人 这两组4000分 他自己就不做 对啊 不理解吗 不做吗 是不是 这两个就好 那你俩就在一起吧 对 是不是 你看两个 都做这些双客的了 他自己不做 他就根本不到这个钱傻为事 就不懂嘛 就傻乎乎的嘛 你介绍人有做是不是 对 你介绍人也有做是不是 他介绍人也有做 对不对 对对对 他介绍人是傻乎乎老师 对不对 合作对吧 是不是 你介绍人也有做 对他介绍人是文强 你介绍人是谁啊 啊 这件事情对吧 他介绍人就没做 你看 他介绍人对吧 就是不在状态吧 你介绍人是谁啊 王杨 王杨 先上呢 先上 这上面的是不是啊 张慧 张慧是不是啊 你介绍人做了啊 对对对 你介绍人呢 没做是吧 没做 子涵被绑架回家了 子涵在哪里啊 后来 要该做了是不是啊 对 就傻乎乎的嘛 你就不知道 就稍微拼一下嘛 就是不懂啊 你介绍人也有做是不是 他介绍人也没做 他介绍人是谁来的 求证 你看 这都是没做的 是不是 你介绍人呢 有做对吧 你介绍人有做 对对对 好了 你看 就是你做了 就你团的有一个4000分 你再稍微努力努力 再两组600分 就 哎呀 你想想是 哎呀 这钱呢 太亏了哈 好了哈 那因为 因为接受公司的表彰 然后呢 做到这个级别啊 是不让讲话的 上次李敏姐 是不是在公司被邀请 去生理啦 去表彰啦 对 就没让讲话呀 给花揮手就下去了 那咱们呢 不给花 咱们呢 发奖牌 那接下来呢 这样哈 我们想前排的发行主任 上台颁奖了 是不是 这样哈 就先请明峰和热西姐 来 给这个级别的颁奖 你看 怎么样 拿着 拿着 你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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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着那个热西姐拿 然后要握手 然后 恭喜哈 这个就还要送给她 对对对对 好好好 来这边给你看 有能量哈 对对对 还有 你们接受热西姐 把你讲要带奥斯塔 呀 这个电影 电影 要大方奔奖了 这是奥斯塔奔奖的感觉 对呀 对 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 一个一个哈 按户表 走 谁拿 都看是他 谁是户主 就拿 你是户主吗 也是户主啊 看得不错呀 好 线上的 一一帮我登记 到时候会寄给你们 线上的 会寄给你们 线上的 好不好 线上会寄给你们 好 对对对 好了 你看 有点像奥斯塔奔奖的感觉 好不好 那我们 因为在公司的表彰 就没有讲话机会 但在我们的表彰都已经讲话机会 而且拿着这个章 是不是讲话 就是能量啊 对 但是呢 讲话呢 时间有限制 对吧 第一 介绍自己的名字 第二 介绍自己是什么行业 第三 感悟最深的一句话 行不行 行不行 可以 这当然行了 不行 不要你讲话了嘛 对啊 可以了嘛 好不好 好了 那就先从套杰开始 然后呢 一个一个一个 好不好 对吧 就介绍自己的名字 介绍你的传统行业 然后呢 你感悟最深的一句话 就这一刻 你最想讲的一句话 最想讲的一句话 对吧 对吧 你就有感觉的讲 好不好 一棒传一棒 来 谢谢涛杰来 好 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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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面 来 大家晚上好 我叫白涛杰在没走一个环境之前 是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 那我通过 今天 今天感悟最深的就是 有目标助人 没有目标误人 感谢老师 下一位 咱们要谈这个参业目标 对不对 好 感谢老师 这个参业目标是营销经理 感谢老师 好 感谢老师给我一次上海领养的机会 我 我叫王寿武 我在传掌行业是做私机的 嗯 我今天搞的最深的一句话是 感谢老师 呃 在我所见所闻 让我得到健康 又帮 呃 又帮我 又给我赚钱的关键 感谢大家 目标 嗯 嗯 对对 嗯 打标 嗯 好 感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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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海外旅游 感谢老师 好 谢谢老师 所有的领导人 大家好 好 我叫杨采石 那我现在做的行业是税务筹划 我感觉最深的一句话是 有目标就一定可以创造奇迹 谢谢大家 那我这个谈的目标是营销经理 谢谢 谢谢老师各位家人们 谢谢老师各位家人们 晚上好 好 我叫杨采石 我叫杨采红 呃传统行业是一个军队事业单位 退休了 是接待中央会议的 嗯 啊 我感觉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所见所能改变一生 我的 本预的目标是达标 感谢老师 这个才年 啊这个才年 呃创大高低主任 好 我听了 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好 好 我叫王凤零 那也是传统行业做互联网广告行业的 那也是通过 呃 这个呃 呃 感悟最深的一句话呢 就是呃 在获得健康的路上 然后 还把钱赚了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 爱丽是助人的事业 一定要 帮助更越来越多的人 然后获得健康 获得财富 感谢老师 那我本才年 要做Q10的海外旅呦 感谢大家 谢谢老师 呃 还有摆场所有的领导人 大家好 好 呃我叫火火 感恩 虎雷老师赐零 呃 呃我传统行业呢 是做餐饮管理的 呃我感悟最深的一句话是 有目标就无中生有 没有目标就无事生非 本财年的目标是做Q10的创办人高级主任 感恩老师 感谢老师 好 最近的老师所有的领导人 大家晚上好 好 我叫王延慧 传统行业呢是一名又工作者 啊 那其实今天特别想说真的 必须要上聘 因为才有更多的发言权 所以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 啊 感触最深的就是 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 安逸这个事业有目标无中生有 没有目标无事生非 那新的财年 这个财年一定要做到 Q10的啊 啊 高级营销主任 啊 创办人高级营销主任 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签了一下 各位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好 啊 我叫李敏 来到这个环境之前呢 我在境外做那个养老度假村 因着这个健康走进这个环境 我感悦最深的是 啊 有目标无中生有 没有目标 无事生非 那我啊 啊 这个财年呢 新的目标是 做K10 K10的 Q10 完成这个目标 谢谢大家 海外旅游 啊 海外旅游 Q10的都说海外旅游 啊 海外旅游 这个我这还没太搞懂 哈哈 哈哈 老师 啊 哈哈 哈哈 好 然后我优秀的这个领导人 大家晚上好 啊 我叫李宏伟 然后我传统的行业的话 是自己开旅游公司 开了有二十多年啊 啊那我是因为 嗯就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快乐啊 因为交朋友啊 走进这个环境里来啊 啊那我今天那个就是领悟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呃就是我们在外面所有的行业当中的话 就是真的叫飘水就是飘水河就是做的时候有不做的时候就没有 然后呢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种疫情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的话都让我们从零开始没有累积的事业 而在安利这份事业当中 虽然今天的话我们是在挑水 而我们一挑一挑的吧 但是它是可以累积可以是被动的一个事业 是可以做有保障的事业 那么今年本台年那个目标是做呃高级创办人主任啊 啊然后Q10 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呃 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做到这个海外旅游啊两两个一起做 哈哈哈哈 谢谢老师 所有的领导人大家晚上好 好 呃我叫陆家 那我之前呢一直做呃在一家儿童教育公司做管理工作 呃那我呢呃此时此刻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觉得安利事业太值了 一定要全力以赴 那我本台年的目标呢是要做呃创办人高级主任 要帮助至少三个伙伴做到营销主任 感谢老师感谢各位领导人 谢谢大家 啊 啊尊敬老师各位领导人现在好 我叫戴主斌 传统行业是 因为我们建设那个健康频道组制片人 我我感悟最深的一句话是选行业不是选行业 哈哈哈哈 目标是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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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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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目標是達標本餐年做營銷經理 感謝老師 謝謝老師 所有人的大家 好 我叫碩峰 傳統行業是做支付行業 那我感悟最順的一句話就是 單純 心信 聽話 道德做 本餐年目標營銷經理 感謝老師 我們把獎頓送給他們 你看這個 這個是 韜傑 親手設計的 對 還好自己拿到了 對吧 這是一個獎章 對 也是一個目標 一分是什麽意思 就是在 團隊 無論你的團隊 是什麽目標 有大團隊 小團隊 那你能貢獻一分 至少就可以做海外旅遊了 就像我們侯薇也講的 我一起做 其實你看安利系列多好 對吧 其實你就說一份工作 就一個目標 就你做到了這一份的目標 你又可以海外旅遊 又可以說創辦高級主任 對吧 又貢獻一分 對吧 等於說 做一份工作 很多考數 很多表彰 對 一向三條 是不是 太棒了 好了 那希望我們每個人 還沒做到這個級別的 要不要努力 要 因為你們看到他們有什麽了不起的嗎 沒有 是不是來自於各行各業 對 我胖的有瘦的 有年輕的有年老的 各行各業都有 是真的每個人都可以 好不好 來 我們掌聲歡迎他們回去 就學習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 線上的可以講話嗎 線上的 線上的 線上的如果可以的話 就你們線上開視頻的 每個人也是一樣 去講話好不好 也是一樣的 介紹自己的名字 然後呢 傳統行業 搞就是一句話 然後呢還有你們的目標 一樣的好不好 那邊控制一下哈 好了 來 怎麼好的可以開啊 誰先開就開一開 等下有人有人舉手了 關掉啊 這邊可以把關掉 關掉 啊 這個關 大家 好 嗯 尊敬的老師 所以的 家人們大家好 我是林林 嗯 嗯 老師好啊 我全傳統行業 我是一名寶媽 然後現在趕勿最深的一句話 就是有目標無聲 有目標無中生 有沒目標無是生非 呃本成年的目標是出國旅遊 我感恩老師 那聽了三個月的課就好了 我們想要完成目標了 我們想要完成目標了 那即便你都開 就拍了一張那一集 我就這 我也是 沒默契 來你們線上誰自己已經被解 解賣了 你趕快講 沒人講就趕快講 家綺你快講 講完了下一句 我們就連上齁 節奏別斷了不要等 好 感謝老師 尊敬的老師 所有的領導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來自哈爾濱的家綺 那港部最深的一句話 就是 在沒有來到環境之前呢 是做了七年的微商 感受最深的一句話就是 選行業不如選民事 那我本成年的目標呢 就是 營銷經理 感謝老師 好 來 你趕快設置 好的 好的 好 你們快點來 大家要搶 誰開賣了 就快講 抓緊時間 學老師 好 今天的老師 線上線下的 所有的夥伴 大家晚上好 我是喬家市場的 毛春梅 那我在做安利之前呢 上過十年吧 然後開過五年的服裝店 現在全職應做安利 那我感悟最深的一句話 就是跟對人做對事 而且安利可以在 實現我所有的理想和夢想 那我的目標是海外離遊 好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好 太棒了 下一個下一個 快 大家來 自己可以 今天老師 各位 線上線上的小夥伴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謝老師給分享的機會 我叫王小瑞 我在王小瑞 傳統行業是做那個提建行業的 感悟最深的一句話是 有目標人上向航場 沒有目標人上向流浪 然後這個月目標達標 本三年沒有目標海外旅遊 感謝大家 好太棒了 下一個下一個 來 你們直接開賣就可以 你們自己開賣 尊敬老師 所有的領導人 大家好 我叫張慧 現在是一名寶媽 那感悟最深的一句話就是 有目標無中生有 沒有目標無事生非 那本三年的目標是海外旅遊 感謝大家 好太棒了 下一個下一個 好尊敬老師 各位家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喬家市長的韓彥敏 今天聽到這個感悟最深的就是 選擇不對 努力北非 就是老師講的 你認真照顧案例三到五年 案例就可以照顧你三代人 這個 你目標是商品 這個前年是 坐上高級 高級主任 謝謝 我的分享在這裡 太棒了 你看這名字都這麼成功 一定可以成功 太棒了 來下一個下一個 大鵬 尊敬老師 各位優秀的領導人 大家晚上好 我叫大鵬 在來到行業之前 我是做辦公室裝修工程的 那麼我 她不是真正的一句話 阿利是給窮人 翻身做主任的 一次創業機會 接下來我要幫助身邊更多的人 去創業 去翻身 那麼本才年我的目標是 做到Q10的創辦人高級主任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太棒了大棒 來下一個 下一個 開麥 尊敬老師 尊敬老師 各位領導人們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陳面 我現在是民保媽 那聽完今天老師的 一個分三大共產生的意思 就是 有目標無終生 有沒有目標無事生非 那本才年的目標是 一定要上營銷自己 好的 感謝老師 感謝大家 好 太棒了 下一個 大姐還沒講 還有副老師 現下的香蕉老師 輝輝老師好 我叫周立燕 我是思瑤 思瑤介紹了 我的傳統行業 做過個體婦 上過班 現在是個寶媽 那我的感悟是 逆境中成長 困境中成功 那我今年下一個 才年的目標是 營銷助理 謝謝老師 好棒啊 太棒了 太棒了 來太棒了 下一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各位家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昆明市場的胡羅仙 然後傳統行業 傳統行業是做了15年的富士 自己做過銷售 已穿過藝 然後感悟最深的一句話 就是努力很重要 但一定要放在選擇之後 目標本月達標 然後本財年的話 一定要去完成 營業今年 好的 感謝老師 感謝各位家人 好 太棒了 羅仙姐 謝謝 下一位 來 珍妮姐 珍妮姐 大家晚上好 我叫珍妮 之前出開家具店的 我趕快說 一句話是 只要相信 一定會出現 相信 永遠比不相信 多一次機會 本業目標達標 是一個殘年 做到海外旅遊 謝謝老師 謝謝你老人 太棒了 珍妮姐 恭喜恭喜 下一位 大姐 輸給你了 我大嫂子 大姐 老師 感謝老師 給我這次分享的機會 我 叫崎敏傑 來自建山江農場 也是 王偉 把我帶進 這麼好的環境 感謝老師 我的傳統行業 是個農民 沒有文化 沒有 感悟最深的一句話 就是 聽誰的話 最重要 也要幫你聽話 照著做 今年的台年 要海外旅遊 感謝老師 感謝縣上的夥伴們 我就分享 太棒了 太棒了 大姐 你真是 我講一下 這是我大嫂的大姐 親姐就是農民 就是在我們 我們家都已經很偏了吧 在我們家再往下 在農村農民 你們可以再往下 再往下的小地方 但你現在是不是已經看不到 就看不出來 是一個農民的樣子 對 為什麼上面 改變的結果 對 對嗎 就是改變的結果 這阿利西就實驗嗎 你改變有多大 你改變的程度 就決定了你成功的速度 懂了沒 改變的程度 就決定你成功的速度 懂了沒 改變的程度 好 太棒了大姐 接下來 傅老師 謝謝你跟我們追加了 這麼棒的李院長 尊敬的老師 所有的家人們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謝老師給分享的機會 我叫傅雷俊 然後是李院長的介紹人 傳統行業 從事金融行業 然後呢 感悟最深的一句話 就是有目標的人生向航程 沒有目標的人生向流浪 本財年的目標 我叫傅雷俊經理 感謝大家 太棒了 你一定沒問題 這時候老師你特別有信心 還有誰呀 都分享完了是不是 好 下一批大家 好了 那請你們關視頻 好了 下一個直集 下一個直集就是做到 營銷助理的 這什麼是營銷助理呢 就是我們俗稱叫做1萬份 也叫脫離 什麼叫脫離 就是什麼 你脫離了 什麼脫離了 就是你的小組 比如說我的小組 比如說有兩千分的 有一千分的 有三千分的 對吧 如果你就說1萬分 就脫離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長大了 我從這個家裡邊 脫離出去了 我自己可以過日子了 就是你倆那個意思 就脫離了 懂嗎 對吧 就脫離了 怎麼了 好 好 這是我的 是不是 對 著急了 趕快上來了 是不是 所以說你們講 其實在阿力當中 你每個人 你就是設定目標 要第一個目標 就設定什麼 就是 剛剛那個叫什麼 精英創客 先設定4千分的目標 因為你4千分的目標 拿到了加碼計劃 你怎麼拿 就是你 你怎麼拿 你最好的設計就是 你至少要有 下面要有 有三組六百分 有六百分 然後你多去分享 包括你自己去自用 然後呢 你家人用一用 你最多最多可以 一個月可以拿到 1萬5千塊錢 就4千分 等於說1萬5千分 你的空氣計劃器 是免費給你的了 對 浸水器 也是免費給你的了 懂了沒 就這4千分 4千分是最划算的 就拿到這個加碼計劃 這是阿力公司 額外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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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7億美金裡邊 阿力公司額外拿出7億美金 給我們收入增加了70% 你知道 若希姐 她在去年9月份 做生意的人 就是會算賬 對吧 她拿滿了 因為這個加碼計劃 最多最多 只能拿2萬億 就你是拿滿了 就是你再高 就不讓你拿了 因為她是有封頂的 要不然 你說你收入10萬 阿力公司額外 獎勵你70%是多少 獎勵你7萬 就總共給你17萬 所以你自己 比如說你正常 你賺10萬塊錢 你說阿力公司 你不要額外給70%嗎 再給你7萬塊 你就拿17萬 這太多了 對吧 所以上面風頂是2萬億 日系姐 你還多聰明 拿滿了 就那個月她的收入是5萬多 哇 所以你們要取消稅 會算賬嗎 你不管怎麼樣 阿力他也是個生意嗎 是不是啊 他也是個生意嗎 就是你把你 就像你買米一樣 你今天買個米 你明天買個米 就像你們如果 你反正都要吃蛋白粉 你是買大桶划算 還是小桶划算 大桶 你會算這個賬嗎 對 反正你都要在下面 買咖啡 你是純桶蛋白粉 一杯7塊划算 還是淋著買20塊划算 10塊 你是不是都明白 我純桶蛋白粉 我就是明明20塊錢 我就花7塊買 這樣划算吧 那你還每次花20 你覺得很虧啊 人家買7塊 你就花20 道理不一樣嗎 那你今天用點牙膏 明下個月點沐浴露 你再淋著用 你就不如把一年用的 一個月如果你買回來 你就可以是吧 多賺1萬5千塊錢 就這個意思吧 當然了 你什麼條件要做成的案例 你說那我實在沒有錢 這麼換怎麼辦 那你就淋著換嗎 這前景是你給你有條件的人 這個這麼做的 所以你要做 那你沒有條件怎麼辦 多於開發啊 多於做市場啊 是不是 所以做要做 第一公斷就4千分 進入創客 而且你做到這個級別 不僅在我們這邊被表彰 安利公司還會在箱子裡 拿給你表彰 而且還有紅花 你看上次黎明姐 就接收安利公司的表彰 他是不是就是把他的這些朋友 就叫去了 然後他朋友說 是誰說的 你做這麼好啊 這麼快就被表彰了 這小柯呀 這昨天小柯姐呀 你看 因為你做完利 是不是身邊的人知道 別人也在看著你啊 你到底是什麼成績啊 你到底如何呀 你看被表彰了之後 就覺得哎呦 而且你看你做這個一個 就做一個4千分而已 而且是這家公司 會給你在香格里拉 下面幾千人給你鼓掌 這是不是一種對吧 一種獎勵呢 一種榮耀呢 這個很重要 你會增加自己的什麼 影響力很重要 那你第二個目標是什麼 第二目標就是做一萬分 叫營銷助理怎麼做 你一個月如果 你自己能夠換4千分 如果你一個月 能推薦兩個人多換 不就完成了嗎 一個月推薦兩個人 看到安利事業 讓他知道安利產品的好 讓他就開始做了 我就完成了嗎 這個時候你的收入多少啊 這個時候你的收入 要好幾萬塊呀 因為你是有加碼計劃的 是不是 一萬分再拿加碼計劃 可以賺四五萬的一個月 誰說安利最先慢呢 是不是很多人說安利最先慢 你就找嘛 難道你一個月的時間 你找不到兩個人 要安利的人嗎 你找不到兩個 這麼喜歡安利產品 想換個產品用的人嗎 你真的想這麼做 能不能做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就按這個目標做 安利是可快可慢的 你想快做 你就快做呗 按那個加碼計劃 就是4千分這個目標去做 會很快 你就按這個目標去做嘛 你找這樣的人嗎 找那些不甘心的人 找熱愛安利產品的人 找想讓自己身體變好的 想讓自己皮膚變好的人 一個月找兩個人 願意做就可以了 你的收入多少啊 你的收入大概會達到五萬塊錢 幾萬的收入值不值啊各位 太值了嘛 今天新政府股上班一個月 能賺多少錢 上班一個月能賺三萬塊在北京 你都要加班都要很辛苦啊 你們想想是不是啊 真的 你要給人打工 你辛辛苦苦的 哎呦 其實你真的安利今天給加碼計劃 你要珍惜為什麼 就一年的時間 而且就給剛剛起步的 像我們這七億美金是瓜分不到的 是獎勵給剛剛起步的人的 懂了沒 所以你要學會去推薦嘛 不讓你去賣貨 你說為什麼很多會的安利難 說哎呦十二萬五千我賣給誰啊 你不是要去找人 拼命去賣貨 你今天賣個牙膏 明天賣個墨魚露 當然了 你覺得這我賣給誰啊 你是要找到那種不甘心的人 願意來做事業的人 他就很快了嘛 那你說我找不到北京這麼多人 全全中國這麼多人 有什麼找不到的 那我們這些人都能做 憑什麼別人不能做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首先要認為安利誰都需要 對嗎 大老闆需要 普通的人也可以需要 年輕的中年的年長的都需要 是不是 就拼命去推薦就好了 很簡單 所以接下來的那麼多人 接下來的那麼多人 就是一個月的 一萬分 業績十二萬五千 就叫營銷助理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請線上 做到營銷助理的開視頻 來雪肥大哥可以開視頻了 營銷助理的一個月的 然後線下做到營銷助理的可以上台了 比如說金秀就可以上台了 是不是 來掌聲有請金秀 還有誰呀 還有 好好 還有誰呀 好了 你不是 你是下一批的 別著急 對你是下一批的 就是他們 我知道他們其實有點不太好意思 是不是 有點不太好意思 就是嫌自己的業績少了 你是幾個月的呀 你是六個月的 對 你這代母從軍 對 這個很棒 代母從軍 今年就不得了了 好了 那我們就先請 先下的吧 來分享 你們就給你們稍微時間長一點 對吧 30秒的時間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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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那天的級別比他們高 30秒 那他們就是一個月的30秒就可以了嗎 那天是 那天是什麼級別來著 然後主任是三個月嘛 三個月的是主任嘛 是不是啊 有提示了對吧 好 一會兒提示 對對對 好不好 當然要先發獎盃 發什麼呢 要發1.5分的 來 那這個就請誰呢 來 就請 請這個 第一姐 和四瑤姐頒獎 然後呢 請護輝老師上台 然後我們跟他們合影 留念 不在中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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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每個人 30秒的分享 好 掌聲 先請跑跑 來 今天老師 各位請導人 大家晚上好 好 感恩老師 那我叫跑跑 傳統行業呢 是在英福教育 做全球招生官的工作 那我感悟很深的一點就是 老師說 愛力事業是改變自己 影響他人 永遠把貫注點放在自己的身上 回想去年 是如何達成這個屁股 其實就是 回想起就是 全力以赴 只有目標 沒有問題 永遠是以時間賽跑 用盡所有的力氣 去團結所有團結的力量 那本年的目標呢 是一年五分的市場 感謝老師 感謝所有領導人 各位領導人 大家好 我叫丁秀 非常感謝老師給我分享的機會 那我感動最深的就是 愛力事業 沒有你 能不能 只有我們要不要 所以呢 在上個財年 能做到一萬分 我覺得也是很丟臉的 因為呢我可以做主任的 就真的是 就是沒有目標 我覺得上一個財年 是因為我沒有目標 所以呢 沒有去達成這個助理 本來是可以完成三個月的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聘位的 所以呢 就是八千多分我都沒有去達 我覺得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呢 在這個財年呢 真的是 啊真的是一定要 真的是要緊目標 只有目標沒有問題 然後去做去做 那我本來的目標呢 是要做最年輕的營銷經理 也在我們整個團隊 要第一個達成營銷經理 謝謝老師 來 菲大哥 對 好 請你們回座學習 謝謝老師 好 請現下回座學習 被刺激了 請雪菲大哥 中間的老師 還有這個 各位領導人 大家好 我是凡雪菲 在沒有來到環境之前呢 是在泰爾濱大疫縣 做鞋的對貿易 然後我感悟 最趁的一方呢 就是 壓對住 只能贏一局 但是跟對人 就會贏一傷 因為老師說 人一定會被人影響 人一定會被環境影響 人也一定會被 所見所聞影響 而我非常慶幸 我選對著人 我選對著環境 然後也學到老師呢 一直就是做綁架 因為老師呢 就是特別有目標的人 所以說我也會受到去受到感染 就是有目標 就會助人 沒有目標呢 就會誤人 有目標的時候呢 就願意把這個機會 給到那些需要目標的人 所以說我非常非常慶幸 然後呢 要做到的就是 單純相信 聽話 照著做 讓自己更去單純 就是 永遠的去學習 堅持自己的學習 然後堅持自己的改變 就是 一定要改 就是 達立事業 就是修為自己的過程 就是要改變自己 影響別人 目標是 本財聯 是做出賣人 高級主任 並且要挑戰 影響經理 這個聘位 非常感謝老師 感謝各位領導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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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影响力嘛 就为什么老师就告诉我们 爱丽事业不是比学历 不是比权力不是比能力 就是比什么要学什么 要培养自己有影响力 为什么要改变 就让自己改变的越来越有影响力 你皮肤好有没有影响力 你形象好有没有影响力 有啊对吧 你上了聘有没有影响力 有啊所以你们自己感觉吧 你看接下来上聘的就越来越 又有气场 哇 是好美的 再等等啊别着急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表彰的是 上个财年做到 营销主任的 营销主任是什么 就是一个财年有三个月 达到营销助理 就三个月的一万分叫营销主任 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 被安利公司要求 去无锡旅游了 哇 懂了没你看金秀呢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就没被邀请 为啥自己情绪化了呗 八千分不努力了呗 所以对吧 因为你忘了那一刻你的想法 安利不是给你自己做的 可能是给别人做的 对吧 这一刻就明白了 还是给自己做的 因为谁做谁拿钱 谁做到了谁去 是不是啊就这么简单 就真的安利你一定要明白 永远都不要情绪化 永远都明白安利是给谁做的 给自己做的 是真的呀 我的介绍人把我们带来 现在他不做了呀 他一次海外流都没去过 我们已经去了几十个国家了 十几年了 你说安利到底给谁做的 这不是给你这号人做的 也不是给老师做的 是给自己做的 对 是不是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要求 上个财年 被成为营销主任 三个月的 达表三个月的领导人上台 线上的 应该是有我大嫂 有张姐 对吧 来开这边 然后线下的 有 陈炳辉先生 还有明松吗 你这几个月 快六个月 快六个月还没到六个月 来就来吧你 这个实力说话 清华的人也不能特殊啊 是不是 好但是你 你月数比他多点 让他先讲话 好不好 来 先颁奖章 也是颁一点五分的 哦 对吧 对吧 一点五分的 一点五分的 那我们再来 咱俩领奖吧 来 对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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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 哎 你得上零宝盒 来 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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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领奖 来 掌声 这个小组才能拖延而出 嗯 其实上评我感悟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 有目标 助人 没有目标误人 就是我当我们老师就锁定我们这一组目标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也是 就我认识老师实际有 有有有有有 他十年 十多年 其实我真的没有去好好做做这个目标 就当时老师设定我们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信心 这个 反正我还不是很很相信 但老师一直在做 一个月一个月的上 就当我们信息开始慢慢起来了 然后再上台年我们做到了这个 18月我们做到这个这个营销主任 也特别感谢老师 特别感谢老师 那天就四个月了 三个月也做到了 对 然后呢也特别 呃在上次向个领导表张的时候 公司也邀请 呃这个我们去出席那个 苏州和无锡 然后呢 跟那个去参观那个这个 这个植物研发中心 我想真是仍然 我是想 就跟他林文姐说的 我说要让我自己花钱参观 不也挺好的吗 现在公司可以免费让我们 可以去参观这样的 我想想不就是因为在 在老师的帮助 在整个团队的这种带助之下 我们就用了打连这个目标了嘛 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老师 谢谢我们所有领导人 谢谢大家 呃 呃 这个产年这个月的目标 呃 一堵脱离又做四天分 然后这个产年做1.5分的市场 谢谢老师 谢谢所有伙伴 各位我是丁德老师 还有我们先生 谢谢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好 特别感谢老师有目标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那我原来呢 呃一个月啊 一两千分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老师有目标啊 啊让我呢 就觉得呢我一定要趁势而上 那我感到最深的一点就是 会做案例的一定是做目标 不会做案例的就做案例 我就看到老师有目标太好了 我只要跟上就好了 老师呢就说说江山是打下来的 市场是跑出来的 人才是盯出来的 而成功是跟随出来的 那我就在去年一整年的时间 我感觉好像真的没有做什么 只是因为老师有目标 那我呢就是老师去哪呢我就去哪 老师干啥呢我就干啥 就是每天看着老师就觉得每天特别的有信心 而且呢就觉得每天好像没有觉得说是按一分一分来的 是一个又一个的一场一个场聚会跟着老师开出来 就看着越看就越有信心 也看到了老师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这种 哎呀这种努力之下 在一次又一次的爱的之下 然后能够这个把我们整个若西姐的这种市场 从无到有啊这种蓬获发展 我真的就是就是觉得这种相信的力量 和目标的力量太强大了 那我也在去年呢 我叫戴统军 那我特别荣幸啊 今天早上刚刚帮我妈妈注册完 这个无锡旅游的报名表 那我就感受到 其实真的安丽事业呢实现了 真的是我想实现就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 原来在工商局是没有办法 请妈妈去旅游的 但是今年呢就是透过有目标 那也透过老师的帮助 那我今年呢也可以带着 这个让我妈妈去完成海外旅游 然后完成无锡游 那我一听说这个跨财年的 这个职级是可以跨财年的 我就上次刚学会了 那我说不行 必须这个月就达成高级营销 高级主任 然后呢本财年的目标呢 就是铁定要达成两户的营销经理 特别特别的感谢老师 一定捍卫老师团队的目标 感谢老师 尊敬的老师各位领导人大家好 特别感谢老师 我感悟最深的也感悟最深的就是千万次的努力 不如一次正确的抉择 我感觉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次抉择 就是选对了名师 感恩老师不断的带领着我 然后就是来帮我教我 让我呢就是越做越有信心 因为跟在老师身边 让我学到了很多 真的是让我给到我最正确的方向 然后真的是让我 因为我们环境好有榜样 让我学有榜样做有目标 让我不断的有就是融入到这个环境中的时候 让我信心越来越足 更重要的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是对的 然后然后就是我太紧张了老师 那个我的我的目标呢就是 今年带出三组的海外旅游 然后我尤其最近几天呀 上次跟老师去跟随老师学习 回来以后我这次感觉做的就特别顺手了 我就是那种信心啊 就不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感觉是未来就是以前就 FC的目标想都不敢想 这几天我就想了 哎呦 FC的目标真是指日可待呀 然后我跟老师呢 我就感觉最大的一点就是 安利事业真的开始那口真的很小 因为是不断的突破自己成长自己 让自己的目标不断的去校正 那跟老师的目标越来越 对到最正确的时候 自己的信心就起来了 那所以呢 今年做出三组的海外旅游 然后明年高级经理 然后两年就是两年EDC吧 四年FC感恩老师 太棒了 给你颁发1.5分赞照 好 接下来有请大嫂 鸟鱼哈 我们传言的鸟鱼啊 感谢大嫂 啊 昨天呢 萧萧灰归老师好 所以能做到了三组达标 三个月的连续达标 也是真正来自于团队 误导最深的一句话呢 就是想法决定活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能决定什么样的活法 那真的是所见所闻 那决定所思所想 那我们呢 在老师的不断的带领下 那出去呢 所见所闻 看到老师的生活 看到世界第一老师的团队 是怎么怎么在做案例的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那老师讲的是 人会影响人 环境会影响人 那所见所闻会影响人 那所有团队的领导人 都是跟着环境来 如果没有环境 没有老师营造这么好的环境 我们也没有见到世界第一老师的团队 是什么样的运作案例的形式 那我呢 那学到了呢 案例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一学二换 就是坚持在环境中学习 那换产品 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有亲和力 越来越让人喜欢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市场和部门 就不断的再出来 那就是 就是做到老师说的那句话 那就是自己学 带人学 带团队学 那自己换呢 带人换 带团队换 那自己上业绩呢 带人上业绩呢 带团队上业绩 那就是上了 真的是这一年当中 我也没做什么 就是单纯相信听话 照着做 老师说怎么做 就怎么做 那就是跟随着老师 就是一步一步的就上来了 那我这个月的目标呢 是达标 那我这个 这个财年要做Q10的领导人 那我呢 做Q10的同时呢 做三主市场 能出国旅游 就是说 营销经理的业绩 感恩老师 就分享到这 太棒了啊 嗯 对 我大哥的女人叫大嫂 哈哈哈 对 是我大哥哈 我叫萧卓厚 我大哥叫萧智厚 哦 你看这个哥这样吧 对吧 嗯 你看 我大嫂呢 她在我们老家是医生 而且呢 她这个医生还 和一般医生不一样 她每天都在手术台 嗯 而且每天是专门就那种 就是 这个心 心血管病 和脑血管病的 那种很急的病的 你就知道吗 她是她每天都会抢救人命的人 但是她是去年的9月28号 从北京回到老家 决定要去 决定要做案例 就只有一年的时间 结果这一年的时间 她一边抢救人 一边救人 对吗 安利是不是也是救人 对 她是兼职来做呀 所以你们 所以为什么说 老师说 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要为成功找理由 有人说我做案例 没时间 请问 我当时还有时间吗 没有 对吗 对 你说对了 时间是挤出来的 越挤越多 对啊 那你说我大嫂几乎 她就是 除了吃饭 睡觉 做手术 就是做案例 那今天我们呢 对吗 所以不要去找借口 对吗 你们我们如果再忙 都不会有她忙 而且她的工作 她不光是忙的问题 她是有不得有一点点的疏忽的 但她有的时间 只要这边熟了台 有时候一下了 一结束了 对吧 马上再开机会 所以一年的时间 刚刚上台这三个人 是都做到了海外旅游 不仅能够被案例公司邀请 去无锡旅游 参观无锡案例公司农场 还被案例公司邀请 去到日本的北海道旅游 如果疫情 如果到时候如果不行的话 案例公司就会 改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待遇一定是非常非常好 像我们去年 去年去三下是一样的 案例公司海外旅游啊 对吗 你说一年的时间 容不容易 很容易 很容易 就是去做了嘛 我大嫂没有什么别的 就是每天聚会不断 聚会不断 一直行动就对了 好不好 好了 所以恭喜 刚刚以上几位 做到营销主任 做到海外旅游的领导人 太棒了 太棒了 接下来 可以了吧 你看 对啊 还不想过 关事别的 是不是啊 一会再开 知道你们对吧 这个心情 就像明峰 不想上了一样 像一会晒上了 是不是那意思 是不是 对对对 接下来有请的 就是高级主任领导人 对啊 高级主任 哎毛毛为什么一直没上台呢 啊你是替你妈做高级主任的 是不是啊 那你干脆 就顶功勒了呗 就多快啊 让你妈退休了 别做了顶功勒回去 对吧 找理员长给安排一下 哈哈哈 真的可以有 那毛毛 给你个结救 怎么样 回去跟你妈商量一下 对吧 你这一份匹匹匹匹有经验 哈哈哈 有匹匹有理员长 刚好 你们三个同意了 对吧 就看你妈 你买一个同意就OK了 这么赞 就可以顶功了哈 好了哈 刚什么高级主任啊 就是啊 有一年内 有六个月做到一万分 所以高级主任是可以跨财年的 就直级是可以跨财年的 就直级任成是可以跨财年的 就是刚刚明峰讲的 所以今天给你们补一补 懂了没 对吧 所以你只要在一年十二个月内 你有六个月 达标高级主任 而高级主任会想着什么待遇呢 就会享受 去广州参观安利公司的花园式的工厂 而且啊 飞机免费 住酒店免费 吃免费 对吗 享受这个很好的待遇 好不好 好啊 三个月呢 就先享受去通州 就是说原来我们做安利公司的时候也是一个梦想 这个废水 废水池里面是养鱼的 你都知道 你就知道 养的不是泥鳅鱼 养的是那种红鲤鱼和鲸鱼 那个水非常便宜的 请你就是安利公司有多么就是环保了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有请做到六个月以上的 做到高级主任的领导人 论希姐 每一位 今日就给 就让希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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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这样毛不先开始吧 对吧 来 因为你是代理的吗 先颁奖 是不是 那这位就请 护卉老师 是新加的頒獎了 好不好 來 來 郭老師新加頒獎 1.5分的 給3分的吧 這個1.5分的 對 1.5分的 1.5分就是有三公里 %. 來 來一盒 來 descri吧 好 好 先給皮屁分享吧 最後larıcip ignored 尊敬老師的在台中 最主角的領導師好 我是皮屁 我感悟最深的一句话是 安利歇业是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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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聘的感觉太好了 今天在这个白天的时候 这个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 我不知道是谁 一个陌生的手机号 然后那个人说 说你好 请问是宋家乐先生吗 因为在这里 要不是就管我叫皮哥 要不是就叫家乐大哥 从来没有说叫宋家乐先生 感觉又高贵 结果我说 结果我说完试了之后 他又说贵宾您好 然后说现在要给我订无锡的机票 然后还给我发了六个一串的时间 然后让我去选 然后还让我选从无锡回来的机票 然后说有两次去无锡的机会 因为有一次是高级主任的培训 还有一次是无锡的探索之旅 让我都去这个选机票 还叫我贵宾 我说从来都没有想说会这样的待遇 然后 然后我还听说 这个年终 年终有年终奖 知道的时候呢 我就想起来 这个我妈妈盐盐姐 她就说特别想要一个 然后我今天我就上网看了 因为这9万块钱 12月都是手拿 这便宜了 对呀 就手拿把掐的 然后我就看 我就跟我妈看中了一个 Shenel的6万多块钱的包 我说就她了 然后 哇 我就特别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感谢所有的领导人 这就是我的掌握 我的目标是 本月要做到两股玻璃 之外要做到四千分 本财亭的目标 需要做到高级相经理 感谢老师 你好 先生的领导人 大家好 好 哎呦 我刚才坐了提供旁边 在下轮 我都看到 一直笑 一直笑 我都没停 谢谢老师 现在我们记住 但是没有看 那我真的 我感悟最深的就是 相信有奇迹 成功有诡计 我想我这样一个 大帮成年的小孩 不是小孩的成年人 在社会上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没有老板会愿意要我的 但是呢 在这个环境里 就是因为我相信了 我相信跟着老师 跟着团队 趁势而上 就一定会唱片 所以呢 我就相信了老师 那我又相信了 跟着老师成功的诡计 那所以呢 我就是也做到了加码计划 我每个月都能够一万多 将近两万块钱的收入可以拿到 哇 真的是 那种感觉真的太少了 然后呢 呃 就再说一下哈 就是我妈妈和天凯大哥 他们两个是因为一些 不可抗议 去秦皇岛去了 他们明天要领战 所以在秦皇岛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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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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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那个手机摔坏了 然后那个视频还开不了 我说没法开始体验 我怎么选呢 明天的日子 10月9号 我说你们的意思 十拿九稳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 真的所以在安丽丝里面 现在可以 哈哈 六六大圣的圆满人生 那我 本月的目标正式要达标 本财年要做到高级 本财年要做到高级经理 安丽丝就是 只有这目标 没有问题 许多许多许多 来 老师 哎 哈哈哈 我感觉我的心脏收到了一万点报纸 哈哈哈 干了这么多年 跟两个小孩站一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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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第二代 哈哈哈 两代人的努力和节奏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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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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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是太刺激了 是不是 对 就别的刺激 因为毛毛和我女儿是同岁的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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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都是02年的 然后皮皮在这一直法尔赛是吧 哎呀 就是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 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 干掉他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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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一个中文先生都没被叫过 你 他就不能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确实是做到了啊 最近的老师还有各位领导人们大家晚上好 啊 特别特别的开心哈 今天是一个啊就是像过年一样的日子哈 所以啊 虽然我把事一个人给扔家里了 但是我觉得我要来到现场啊 要来感谢老师和我们所有的团内的所有的伙伴们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那个工作室里面有跑跑姐有明峰姐有续颜姐还有若曦姐 哇 啊 这也是一个孕育MC的摇篮是吧哈 真的是那个时候火炬功的事也是点燃了我们梦工厂 能够去起跑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源头 然后那个时候在五月份的时候老师又鼓励我们一起来开功的事 我和明峰姐又开了梦之队工作室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梦之队要做我们梦工厂的梦一样的这个队 其实我我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慨就是说 爱丽事业它就像老师讲的就像一个宝藏一样等待我去开发 但实际上我还没有开始因为我是在结束过去一直在结束这个过去 因为疫情的时候我沉浸在和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现实依然还是要去要去把它一步一步的去做好 那么我就觉得今天我看到一个财年走过来 我们团队这么多成功的事实包括像加洛呀毛毛呀包括陆惠姐呀 真的是团队的每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在战斗当中走过来的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就是一个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战斗力的一个团队 对而且在老师的言敏之下我们的目标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每个人都有成长 我看到大嫂真的是去年也是那种还是带着一种那个就是那种 那种那个那个目光来到北京来开会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围在我们会所那个大桌子那儿就是一起会后会的 真的是就是刚才在台上我在看着每一个人表彰的时候都觉得 粒粒在目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奋斗的过程值得记忆 这个过程真的是特别特别难难得的所以虽然今天我们这一点成绩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算成绩只是我们走过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我从来到爱丽的环境当中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想做一个FC 我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几代人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我才来到这个环境当中的只是像老师跟我们讲了老师是给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掰开了揉碎了在讲 但是我就我就知道就是说老师我是看着他们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看到他们的个人的改变和成长也看到他们在移民团队过程当中付出的一切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真的就是像老师说的一定要走到环境当中来一定要和火炉们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真的是受到了特别大的刺激 特别特别大的刺激 同时我还想到了就是去年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我们家的理解还有联心解 因为理解去年那个时候他刚来到环境当中就要开始来从事案例事业 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就是主顾关系是吧 就是然后我也支持他学习每次去会场的时候还开车带着他 然后联心解后来又出现的时候其实今天在表彰的时候也应该有联心解一个 因为联心解也做到是4000分其实联心解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积极的 他也是非常用心的但是没有办法老母亲90多岁需要照顾 他们虽然也经常也也也会在线上去学习的 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也会回到团队的 也特别特别的感谢老师在我们还不能一直在团队当中付出的时候 又帮助那个黎敏姐还有红伟姐也走到我们的环境当中来 我相信每个人才都是属于我们团队的属于我们整个超凡的 属于我们这个环境的他不属于我们任何人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那个小水币也是愿意融入到我们环境当中来 成为我们大海当中的一个分子 所以我也特别特别的感谢老师 我今年的这个目标呢真的是我 我刚才听到人家都喊了那么多的目标 但是今年我是希望帮到我们三组能够去完成海外旅游 我也希望我把就是怎么说呢 像老师说做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吧 然后就把时间把这些都捋顺 然后和我们团队更多的在一起去战斗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 太棒了我们有请洛西姐还有笔记房 好最后的时间 好最后的时间 应该就其实没有什么新聘了 关准差不多了 对吧 是不是 就那接下来呢 因为你们这些都是做过的嘛 其实你原来都享受过 虽然你原来来这个这个离开过 但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被邀请去广州旅游过的 对吧 所以其实呢公司虽然我帮你争取了 算是新商品的 给你给你表彰 在这儿 你们只是接受表彰已经不行了 所以接下来我要请到续远百行 思瑶 依依 张霞 文强 上台 接受表彰了 我已经超级了 来 各位老师 亲自给他们翻发 三分讲章 所以他们这些不是做表彰 还是要给他们赋予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这个才你要设定高级经理的目标 来 一幕一个 来给大家 给大家的目标 好了 对 来拍照 对 不上的话 就把这个奖章就都住在里面 好 太棒了 对 他们就不是接受表彰了 而至今天 这些领导人 都是跟着我们走过 都是超过十年以上的 应该说老师其实要感谢他们 因为也是有他们一路对我们的信任支持 其实也陪伴 才让我们一路披荆斩棘 今天我们走到了老师的身边 对吧 今天能有我们这种蓬勃的发展 是不是啊 所以应该说真的是 应该说他们是跟我们真正的共患难的 这些领导人们 这真的是共患难的领导人 那今天呢 如果没有他们 你看今天我们团队的这么多的 总之我们今天的资源 大家的付出 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呢 你看一姐 是我培养了李院长 你看文强和张霞 他们无论在美容上营养上 包括思瑶姐 你看不断的帮各种市场去跑外界市场 说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 思瑶姐她更是最早的和百行他们 当时是我们三个人 当时我们三个人 开了第一间工作室的 刚才若熙姐讲火炖工作室 我们那时候开了工厂街工作室 在哈尔滨的工厂街 我做案例创业的第一个工作室 就是我们只有我们三个 为什么虚然姐的主持好 因为当时没有别人 一来人就虚然姐主持 百行大哥讲产品 我讲讲经制度 就我们三个一直讲一直讲 是这么讲出来的 并不是天生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这几位领导人 我们是每个人 我们真的是要很尊重他们 他们是为团队负存很多 那今天上台更重要的是 老师呢是 应该说是 是当着大家的面 是感谢每位领导人 同时呢要给他们 更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们这个财年 就是都拿到了三分奖章的 就什么什么级别啊 要做高级经理的 好不好 那我就先请文强大哥分享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每个人就 就讲 就讲 一分钟吧 对吧 虽然超点时 一分钟的时间 最重要是有目标 来 先请文强大哥 今天老师说的 理想人 大家好 好 非常感谢老师 给我们明确的目标 那在上年 上一个财年的感受呢 我就感觉以前 上完聘就得想歇几个月 就是哎呀 上完了我得歇几个月 但是呢 这次上完聘以后好像 就是新的目标 马上就会出现了 因为老师一直在前面去奔跑 老师一直在前面 给我们明确的目标 所以我感悟特别深的就是 我们在案例当中 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 还有学习的榜样 最近我就感觉 老师跟我们高级经理 这样非常明确的目标以后 做什么事都想 高级经理得怎么做 高级经理得怎么想 所以就会 不再用自己过去 可能就是一个 海外旅游这样一个目标 去要求自己了 所以呢 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两句话 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 学习的榜样 感谢老师 目标 本财年目标 本月目标是两组脱离 然后本财年目标是高级经理 感谢老师 所有领导人大家好 好 感谢老师 我还以为一个户籍 只有一位代表讲话 没想到 高级经理都要讲了 感谢老师 那我们上个几年走过来 我就感觉 我虽然来这个环境有这么长时间 我感觉好像好像好像是上个几年在开始做呢 嗯 嗯 嗯 其实我 我也感觉好像我也没有使什么劲 哈哈哈 说来也挺惭愧的啊 呃但是 嗯 嗯 但我觉得这个财年一定要更好的去积蓄力量 然后我觉得高级经理才好玩 才会挑战性 哈哈哈 这个这个Q12我觉得 没有感觉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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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这个财年一定要 一定要像老师上个财年一样 一定要去认真 一定要去改变自己 然后一定要去帮美祖 然后去 他真的去帮他 我我跟他老师有十多年 我的很多伙伴也跟他我也有十多年 那 老师可以帮到我 我也要像老师一样 可以去到处他 所以 我感觉 一定要做到 高级经理感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各位家人们 大家好 好 特别感谢老师给我 明确的目标 啊 那我今天 也感谢老师给我机会去统计名单 我统计名单的时候 就是统计经营创客以上的 然后当我看到名单的时候 我看到一路走来的兄弟姐妹 帮助自己的伙伴至少做到了 经营创客 然后我在上一堆年 因为我没有目标 所以我没有帮到大家 大家姐说有很多伙伴 跟了好多年 我也有 然后我 老师教我特别多 待我很久 但是呢 都被我截住了 嗯 所以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领导人 不是领头羊 就是蓝路虎 特别感谢老师 嗯 给我上他的机会 谢谢老师 也谢谢老师 老师永远都给我鼓励的眼神 老师永远都相信我 那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 所以我这个财年的目标是 高级经理 嗯 我也要帮助我的伙伴 就像老师帮 用目标去帮助我们一样 用目标去帮助伙伴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兄姐妹们 大家晚上好 啊 那特别感恩老师 啊 能够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能够带着我 但是由于我的不听话 中途却离开了 啊 那也其实在上个才年 啊 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的是 我的另一半是 是旭元姐 啊 那也真的 啊 虽然是跟老师 啊 这个老师在创业的时候 都跟在老师 在这个在学习 但是 啊 这个就是 我一直跟跟他老师 那刚才 听到这个 跟老师在一起的 这些领导人们分享 也让我真正感受到 情是一步走过 爱是点点滴滴 啊 那在这个才年 啊 老师让我 老师说我们一定可以说的 高级经理 那我们一定会全力 以赴全心投入的 在这个事业上 啊 这个每次就特别喜欢的老师 喊团队上的目标 每次 老师喊目标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去 来去 这个 来去上这个投标 那也特别感谢啊 在上台年老师 所有的伙伴们 包括我们的伙伴们 对于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啊 那特别感谢大家 那这个老师也是从白手洗鸭开始 今天能够带领了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这个鸭变得越来越大 那这个也真的让我感受到啊 阿丽师也相信是起点 但是一定要去坚持 一定要去相信 相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因为我已经见证了老师的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特别有信心 我们也一定会完成高级 经理这样一个目标 也一定会带领了更多的伙伴们 啊 以及能够去像老师一样 有一个助人的这样一个人生 那我非常多谢谢大家 尊敬的老师 各位领导人 大家好 啊 特别感谢老师 啊 在上一个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啊 我青年的努力 一夜之间归零 什么都没有了 嗯 这个生活把我抛弃了 是老师和团队 受容了我 最终我在去年呢 啊 取得了这个成绩 嗯 那我呢 是得到好处的人 所以我在今年 要去帮助更多的伙伴 啊 那在去年 让我感悟最深的一句话呢 就是 啊 跟对人可以赢一生 啊 老板跑了不要紧 只要老师不跑 我就能够去翻身 啊 那每次给老师打电话的时候 老师都会去 啊 讲到 啊 让我呢 去帮助更多的人 帮助更多的伙伴啊 老师都会提到 绑上的萱萱 也特别感谢老师呢 给了我那么好的伙伴啊 那么好的明峰姐 所以我在去年呢 就是只想自己 啊 那在今年呢 要把团队 要跟着老师一起啊 改变自己 把自己的小我小爱 变成大我大爱 然后呢 啊自己上 然后再带动伙伴 帮助伙伴一起上 今年呢是高级经理 感恩老师 老师和所有的伙伴们 大家好 好 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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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赋予我们更大的使命 跟责任 哈哈 哈哈 我就觉得自己 特别的有福气 明明就是一个小我小爱的人 但是却又 这么 这么大我大爱的老师 来不断的做榜样 提升我的境界 能够让我 看到人生的榜样 我看到老师 今天的日子 都已经过得这么好了 老师今天 却是最勤奋的 每天在体验馆的时间 最多的 讲话 讲话 讲的最多的 一直在分享梦想 分享希望 就是因为希望 能帮助 跟着老师的 有梦想 有梦想的我们 能够实现梦想 今天公司已经够好了 团队已经够好了 就看自己够不够好了 嗯 在上个财年 我自己都没有目标 就是因为跟着老师 跟着团队 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 创办人高级主任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老师 是 空间把2689 传说中的2689 七天法则做出来 让我们能够学到 老师是怎么做的 尤其是老师 昨天做的那场 从怎么邀约那个小科姐来 到又怎么穿着打扮去开聚会 又找什么样的人 去配合开聚会 到了会场之后 又是怎么样 把领导人会议 改成了一场新人课 我看到老师做的一点一滴 就好像感觉 是看到陈老师在做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老师是把陈老师的经验 学进去做出来 今天可以教到我们 能够学会老师的经验 培养了这么多的成功的事实 让我们团队 培养了这么多的人 拿到了加码奖金 公司拿出来这么多钱奖励我们 那老师就一点一滴的 手把手的教 到底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钱 用世界第一的经验去教 可是我自己呢 就想着想我小爱 就没有像老师一样的 这样的 把老师的经验都做出来 所以今年 今年 今年 我刚才还在想 拿到九万块钱 我要买车还是买包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想的太小了 我应该想着怎么样 帮助我的伙伴们 都一样可以拿到 这九万块钱的年终奖金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案例 真正的让自己的生活 发生天翻覆地的改变 都会让老师这样有自由 有保障的生活 我今年一定要做到高级经理 感谢老师 给他们回坐 其实这些领导人 他们为什么这么感动 是因为 他们都是已经 做到了 安利的海外旅游 也得到了安利的好 每个财年 年中 应该他们都已经 已经享受的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 已经不需要再去工作的人 那今天每个人 享受到安利的好之后 他们的感动 是因为他们希望帮到更多的人 有没有发现 安利事业不仅可以让我们赚到钱 还可以让我们的境界提升 这是别的行业很难很难做到的 你想做制度 不允许这么做 是不是这样 对吧 所以为什么老师说安利事业是什么 是让人从穷变富 重复变贵的过程 什么是贵 就你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了 我们一开始都很穷 他们前面这些人一开始都很穷 都是穷学生开始跟着我的 今天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而他们接下来 是可以重复变贵的过程 可以能够帮到更多的人了 对吗 今年为什么不是更高的目标 说做到他们是这个财年结束 马上就拿到9万块 但你知道 当他设定更高的目标 完成高级经理 年终就不是9万块 而是后面加个零 后面加个零 你也不用再想的是买包 还是买什么想要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对啊 你后面再加个零 确实是你除了房子不敢随便想 别的还是可以随便想一想的 好不好呢 而更主要的意义在哪里 是因为帮到了更多的人 所以帮到了更多的人 就是安利事业它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是帮助别人成就自己的事业 所以真的我们要有一个助人的心 各位 你愿意通过帮助别人 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对 你愿意通过帮助别人 可以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吗 愿意 你真的要愿意的话 走着安利 也应该说也只有安利事业才可以这样 对不对啊 而且不是一代人 是几代人 对吗 不是一代人 是几代人 刚刚我外甥在台上 你们都已经看到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真的是改变家族命运呢 对吗 想想如果今天我不做安利 我还做什么行业 可以这样帮到家人呢 不可能 对吗 我在华为不可能 我在中国营联不可能 我做什么生意都不可能 你们说是不是啊 真的是这个世界太迷人了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赶快加油 好好行动 好不好 来 我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最关键的时间 一定要留给霍卉老师 要给大家讲两句了 讲什么不知道 反正时间已经超了 对吧 最关键 对吧 就是更是 反正越紧张的时间 越是浓缩的 往往最后 做出一个重点的 好不好 来快快 最后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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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那我知道今天呢有 其实还是比较新的朋友 也来参加我们的表扬大会 那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 站在台上 然后领到奖章的那个伙伴 你一定会想 将来有一定我站在这个台上 我领到这个奖章 我要讲什么 对吗 那今天呢你们是为了表扬别人而来的 未来有一天呢这个表扬大会 就是为你而开的 你说那个时候感觉 会不会更加的不一样呀 所以今天就像最后上台的这几个伙伴 他们的分享 为什么我和霍老师 我们两个都一直特别的感动 就像百行讲的 说情呢是一路走过 爱呢是点点滴滴 然后因为这一路共同走过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风与同舟 然后呢我们也共同经历过 然后彼此创业初期最艰难的那个时刻 然后呢我们一起被开除过 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在夹缝中 然后寻求新的希望 所以我们真的一路走来 我们唯一不变的就是 对安利事业的信念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也就是这一点 让我们每个人看到别人的成长 看到他们今天成绩越来越好 听说他们年终都能拿到9万块的奖金的时候 真的我比我自己赚多少钱我都开心 所以呢今天呢 上一个财年的所有的辉煌 不管是好的成绩也好 然后还是多少的感触也好 都已经在9月 在8月31号那天就已经停下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面对的是新财年更多的挑战 那也是新财年更多的机遇 所以 那个来 谢谢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一个人的人生呢 就像那个 应该是那个雷俊讲的吧 然后他说有目标的人生呢 是航程 没有目标的人生呢 就是流浪 所以我们的人生 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吗 还是走到哪里就算哪里 过到哪里就算哪里呢 所以大部分的人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一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目标 随波逐流 走到哪算哪里 过到哪里就算哪里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 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很明确的短期目标 比如说我在三年内要干嘛 对吧 我今年我想做什么 他有很明确的这种短期的目标 可对人生的长远的规划 他并没有想过我这辈子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吗 所以为什么那些伟人 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对吧 包括那个周恩来总理 他们从小就讲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所以这是一种价值观从从小就开始养成的 对从小就知道他将来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最终他就变成了那样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也是 所以我今天听到皮皮讲 他说今天感受最深的 是安丽西是助人的 我很欣慰 因为他作为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然后作为我姐姐的第二代 也是我们家里的年轻的晚辈 然后他能够有这种助人的精神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年轻人 不急在今天眼前你能不能够拿到九万块的年终奖金 而在于你此时此刻 你有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 和一个真正的助人的情怀 安丽西是助人的 没有助人的情怀 你是无论怎么样都走不长远的 就哪怕是今天你有了一点点的成绩 但也就只能止步于此 你很难再迈向更好的成绩 更大的辉煌 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我们在有了明确的人身定位之后 有了明确想好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比如我们的若西姐很直接 我从走进安丽那天起 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做什么高级主任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高级经理 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做FC 所以之前的所有职集 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路标而已 对吧 因为你要完成FC 不可能没有做过那个高级主任嘛 没有做过高级主任 怎么把这个经验复制给14个朋友呢 对不对啊 所以就像今天很多伙伴喊 我要做营销经理 就是培养三个高级主任 你自己从来都没有做高级主任的经验 你拿什么来培养三个 对吧 就我们自己先做到 然后再把我们做到的经验 跟我们的伙伴分享 教我们的伙伴也做到 帮我们的伙伴也做到 这样呢 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安利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业 可是当我们设定了目标之后 为什么很多人 设定了目标之后 并没有达成 因为设定目标的时候 这个目标信念就不够坚定 只是听人家喊喊 我也喊喊 所以说若曦姐真的很棒 我很佩服 因为我刚刚就是 你刚才在台上那个死刑死刑 两个小朋友都说要上高级经理 我就想 这个若曦姐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说我也要上个高级经理啊 可是当你没有没有这种信心 没有这种底气 你不根本觉得这个目标 你是做不到的 你在这边乱喊 是玩不成的 所以他很理智的说 我今年我就是要做 帮助三个做到海南旅游 我就是要做营销经理 就是很明确自己的目标 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而不是乱喊的 乱喊一通之后就没做到 那怎么办呢 就你慢慢就会对目标失去信心 所以你们喊的也没关系 你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 对吧 你喊了高级经理 你就先看看你六组市场的架构在哪里 毛毛也一样 你帮妈妈喊完了 你就看回家 就让陆慧姐去找他的那个架构去 六组市场到底在哪里 有没有深度 每个市场至少要有三到五个领导人 稳健的这个市场才有可能会做起来的 如果今天六组还没有 赶快去拉横排 如果深度没有赶快去2689 所以你有了目标之后 需要根据你的目标安排每天的活动跟行程 所以今年为什么我们觉得对文强和张霞 特别有信心 是因为一看到他们两个不是在做直播 就是在做聚会 要不然就是在路上 要不然就在配合别人 所以去年一整个财政年度 就是借文强大哥的力的伙伴 有多少 是不是在场有一个算一个 是不是全部都有呀 所以他们付出的多 所以付出多了 必然人缘就好 所以今年他们上高级经理 有需要大家帮忙的地方 你帮不帮啊 故意不容辞 所以这个其实在安利事业当中 最珍贵的这次的友谊是什么呢 是我们和你做着的前后左右的 这些婿姐妹之间的友谊 只有你的人际关系越好 你在上目标的时候 帮你的人就越多 真心帮你的人就越多 所以你得到的助力都自然上得就快嘛 对不对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实讲 安利事业不是说 我们有多少的能力 多少的才华 多少的本事 或者我们传统行业有多优秀 都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在于说我们做人有多成功 一个人做人成功 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真的是就要把焦点放在 改变自己上面 不要把焦点放在搞定别人上面 我们搞不定任何人 我们只有改变自己去适合别人 不要让别人来适合我们 你们说对吗 所以就像是你穿了 你是36码的脚 你怎么样都塞不进去那个34码的鞋 对吧 但是你是要换 你是要找一个这个 你是要怎么办呢 鞋子是不能变的 所以要变的 那个那个脚是不能变的 要变的只能是鞋子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 要关注我们自己的改变 不是要求别人 所以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 设定目标的时候 你要很明确 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锁定这个目标 不要设定了一会就变了 然后过了一个月 哎 发现这个月我没做到 下个月要不然我改个目标吧 就你这个月没做到 你下个月更努力 然后还有你在做的时候 你发现对啥没做到 是因为我改变不够吗 那今天夏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就说 那个就是 关于专业定位的问题 是我们很多人有定位自己是 那个美容老师的 美容师的 有人定位自己是学营养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 如果你定位你自己是学美容 你自己有没有很有美感啊 有没有皮肤很好啊 对吧 你有没有把皮肤 摆上的这个很大呀 对吧 你有没有在皮肤这个管理上 花很大的功夫啊 有没有每天不管七点钟睡觉 都认真的做两个面膜啊 对不对啊 还有说太困了就索性戴着妆就睡了 那如果你是做学营养的 你自己有很营养吗 你的身材够营养吗 对吧 啊所以真的就是很重要 你的状态够好吗 你每天精气神十足吗 还是到晚上开聚会的时候 新朋友还神采异异 你已经一直在喝哈欠来连天了呢 对吧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去管理好自己 不要去管理别人 对吧 然后你帮别人新朋友调睡眠 你自己睡眠好吗 对吧 所以永远都是马列鼠手电筒 照别人不照自己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锁定目标的过程当中 就不断的改变自己 然后坚定目标 你在做目标的路上一定会遇到困难的 话说回来人只要活着就是有困难的 对吧 那有一天真的有一天这个 我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可能是这里的困难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可是再者再换个 你们今天各位你们上班的上班没困难吗 做生意的做生意没困难吗 有 对吧 什么都不做在家带玩的就没困难吗 有 什么困难更多呀 对 有些苦能够讲得出来的苦不是苦 讲不出来才真的是很苦的 对吧 所以真的每个人既然都有这么多的苦 做案例根本没什么苦 唯一的苦就是你要想下个决定要改变自己 就是那一刻也要要要要可能要要很努力下个决定 毕竟人都随意惯了 然后随性惯了 不爱改变 习惯了 所以就把那个坏的习惯换成好的习惯 换成改变的习惯不就完了吗 对吧 所以说如果 如果是那个缺架构 赶快去开发市场 如果呢缺深度赶快去做2689 所以真的我特别的感谢若曦姐 在整个去年我们上聘的支出 9月份的时候给我们 它是我们的一根定海神针 因为如果没有若曦姐 然后勇于承担说我做第六组 可能我们今天第六组到底是哪一组摇摇摆摆 而去年9月的时候 我们任何一个很直接的市场 都没有这种勇气敢挑这个大梁的 所以那个时候若曦姐说我来 哎然后那那所以后面之所以若曦姐说今天 他自己大把事儿自己留在家里 然后就到田馆来学习了 其实我回家老师确实我们两个都想着 因为一个孩子在家又才只有7岁 我们都不放心了 这样是在美国都不行的 然后呢就就觉得他不来在线上也是一样的 跟若曦姐来的给我发信息说 我我我我来学习了 说我我今天是来感谢老师的 哇我当时就特别的感动 我说他都能够把孩子放在家里来学习 我们为他做什么不应该呢 所以更何况是我们自己的目标 是我们要守住这个目标 不管若曦姐全力以赴的支持 还是尽力而为的在做 然后我们都应该做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之前 特别的感谢若曦姐 所以还还能够带来了理姐 然后联心姐 然后后面的孤立姐 然后孤立姐呢自己都不要做案例的 然后还 那个 把茶室也拿出来 然后配合我们开聚会 才有了那个李敏姐和和那个洪伟姐 而这两个就是这个市场当中真正的领导人 然后他们真的不管他们过去的条件怎么样 他们走进案例完全放下自己 所以就像所有小伙伴说 感谢若曦姐的这个参与 才能够让我们真的把这个2689做到极致 所以让所有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就是在锁定目标的过程当中去做到的 在坚定目标的过程当中做到的 所以 上一个财年也因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所以黎敏姐的突破 然后洪伟姐的成长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要刮目相看 而也因为他们的加入 整个团队的力量就变得很厚重了 对吗 大家有没有感觉以前我们的团队是年轻人为主的 但他们也很年轻了 但是他们是很有实力的年轻人 对吧 他们是实力派 不光是说他们家底因后 这个都跟安利没关系 是因为他们想法非常的好 所以从来信念非常的坚定 这个是一个安利的领导人真正的实力 在于他的想法 不在于他的财力 所以真的就是觉得 锁定目标 设定目标 锁定目标和坚定目标 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达标 就是当我们设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要达标 我就是要达标 我就是要达标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就如果你遇到一点挫折 就是哎呀要不然这个月算了 一个月拖一个月 明日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若被明日泪 万事成佛陀 所以什么的事情 老师就教我们 把月初呢 当做是月末来过 9月1号当成是9月30号过 10月1号当成是10月30号过 每个1号都当成是30号过 你每天那种紧迫感就出来了 你每天怎么做 人都说那我做一个没成 怎么办下一个呀 对吧哪有时间去等啊 就下一个嘛 一直搬一直搬 你总会找到你要的那个领导人的 可是一直不做一直在想 就一堆的问题 永远想都想不出来答案 所以就是一定要坚持到达标为止 无论你现在设定了什么样的目标 每个人都要有目标 你也要有目标 你要有的目标 你才能坚定的去达标 不然的话你在坐这里 美会逼到多久 你都不会成功的 所以不是一个人坐在安利的环境 你就是会成功的 大家了解吗 你一定要有目标 你才会成功 为什么刚才张霞讲 我感觉我跟了老师十几年 我觉得我去年后才开始做案例 为什么呀 是你以前十几年没有目标呀 那开始有目标了 自然就开始做了 开始认真学了 开始思考我哪句话讲的对 哪句话讲的不对 我应该怎么去行动 然后我每天不拿目标 我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名单 满脑子都想的是人 然后我这个这个月的分数多少了 天天听也计 对不对呀 如果没有目标的时候 谁天天听也计订分数了 每天订出三个数 人数次数分数 有订吗 人数次数分数 然后每天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认识一个新朋友 每天去做 每天去做重复的事情 每天认识一个新朋友 做一场有效的聚会 老师讲有效的聚会是什么 是你有有沟通 然后呢有分享 这个才叫有效的聚会 哪怕是一个一个 XS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你每天去做每天去做 然后呢 每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礼拜的第一天 要去订货 为什么要订货 因为我们所有案例的伙伴 都是要自用对吗 我们是不是都要自己用 就像是家里做饭 吃米饭一样的道理 你们家里有吃米饭的吧 有 吃米饭 请问是每天吃 现去买一两米 还是买一袋米 放在家里顿顿吃 一袋米 是买米下锅 对吗 老师发的 老师亲自发的 对 对 对 老师 哦 知道了 来 老师呢 亲自发的一个 每天要做武力 怎么样达成目标 每天要做一个量化的 一个工作 叫做五个一 第一个 我原封不动的念给大家听 第一个 每天自己要吃四餐 每天自己要吃四餐 然后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在讲 跟你一起吃饭的伙伴讲 我们已经吃四餐吃了快两年了 然后就问他 你吃多久了 他说我刚开始 所以你看说组织行为 组织的行为是反射的 然后你的好组织反射三倍 你的不好反射三十倍 结果呢我们发现我们都两年了 组织才刚刚开始 所以为了我们这个市场的潜力 还是很大的对吧 所以第一个要自己吃四餐 营养早餐 防疫午餐 瘦身晚餐和养生宵夜 大家记住了吗 营养早餐 防疫午餐 瘦身晚餐和养生宵夜 然后第二个呢 是每天要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第三个一呢 是星期五 每个星期五 要做新人的表彰 然后新人分享 走进来是被哪一句话打动 那老朋友分享呢 是哪一句话打动新人 你讲了什么 他就跟你来了 然后新朋友分享 我是哪一点 就被吸引了 对吗 然后第四个一 是月底呢 要表扬新上的那个创客 和那个叫什么 营销之星 精英创客以上的 所以每个月底要表扬一次 然后第五个一呢 是每个星期一 带伙伴去体验馆去购货 或者是在网上购货 所以因为我们呢 是每个周六对吧 都有那个直播 有安利的直播间的直播 优选直播间 然后我们在那里学习产品的知识 顺便呢 买东西还可以 这个抽奖 对吧 然后你就没有买东西 光是点赞也能够抽奖的 对不对啊 所以都是可以有学习的机会 老师说 以上五点非常简单 但是只要做到 病养成习惯 就必定会成功 所以目前 我自己 我自己啊 对 我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但我们也已经做到高级经理以上了 对吧 所以那大家呢 也是一样 要认真地去做到这五点 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今天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目标 是因为这五点都还没有做到 对吧 所以 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设定目标 锁定目标 坚持目标 一定达标 每天做五个一 每天做好五个一 好不好呀 好 我想刚才所有的伙伴们 上台的没上台的 你一定对新财年 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 也预祝所有的伙伴 在新财年当中收获满满 达成你心中所愿 共同的实现你所有的理想跟弄想 谢谢大家 好 我赶快跟我讲一下 我们接下来 你知道吗 安利公司 只要做到高级经理以上 以后 每个职级都会有专属表彰 那个场面是非常盛大的 上次你们是不是有看到 韩石大哥的表彰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 去找回放 场面非常的震撼 专属表彰 那我们接下来呢 以后 只要大家做到营销助理的 会给你专属表彰 在我们团队 那原来没有怎么办 原来就是原来 那安利公司原来也没补啊 现在开始 就是你现在开始 你做到一个月的一万分 就给你专属表彰 比如今天这场是专门给你的 会有鲜花 会有对吧 甚至会请你的父母来 让你的父母有贵宾席在这坐着 让你的亲朋好友都来见证 你就荣耀时刻 好不好 接下来 所以要不要加油啊 要不要加油 要不要加油 我们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我们等一下 遇到公司的员工 大家就说声谢谢 好不好 因为人家对我们